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因為事件已經有點超過了 所以我們要直接開始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王嘉儀 那在開始之前呢 請個簡短的 事情講一下 第一個因為我們今天 講者付配的內容比較多 非常豐富 所以呢我們提早開始7點 然後到 原本是表定到9點半結束 包含講者講完之後 讓大家問問題的時間 那如果到時候 9點半到了 大家還有問題要問的話 我可以讓時間再延長 但是到10點我一定會結束活動 如果10點之後還有想要問 無論9點半還是10點 活動結束之後還有想要跟 講者討論可以換大家留下來 再跟講的經理討論 然後呢我們今天 可能是我少數看到 到5點半的活動有這麼多 合辦單位 剛剛有人提到合辦單位了 我快速講一下 有台灣蠻野心族生態協會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 環境法人協會 主要是這幾個 那最後我就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講者 第一位是在野律師 是台灣蠻野心族生態協會的律師 敗家情侶長 那 然後第二位是崔祝欣 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藝術長 那第三位是郭慶玲 那他是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的執行長 那 我覺得這不再採用大家的時期 所以我們先開始吧 那其實我是蠻想先回應 兩位聽眾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沒有核電要用什麼取代 那我覺得是要先去回顧 到底核電在台灣的能源結構 到底佔多少 如果你去查那個 106年能源局所公布的統計的資料 因為能源局統計的是全國 台電統計的是只有台電公司 因為我們還有能源電廠 能源局統計的資料裡面 核能在發電量 全國發電量的佔比只佔百分之八 低他比例並沒有很高 106年只佔百分之八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並不是不可取代 而且你看能源局的那份報告裡 他其實政府有現在有很多的 藍煤電廠要逐漸更新為藍氣電廠 或是藍油電廠更新為藍氣電廠 然後他這些的更新 都是會增加他的容量 或是有很多再生美元的計畫 所以其實核電廠陸續處理之後 我認為是有其他的替代能源 而且我不認為一定要帶生澳電廠 我本身也有轉生澳電廠 所以我認為生澳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在那個我剛剛講的那份報告裡面 未來從明年開始 他的那個台灣的備轉 那個備用容量是會達到百分之十 會轉容量百分之十 而且一直到就是說會帶百分之十五多 然後再來是加上變百分之二次 就是你如果去看官方自己統計的資料 或是最近幾天的資料 然後第二個講到以和兩率公投 其實我個人是蠻反對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他名詞不服 為什麼我說名詞不服 他叫做以和兩率 可是去看公投準文 他很清楚的寫道 你是否同意 廢除電液法組織的一項 那電液法組織的一項 那電液法組織的一項講的是 是那個就是核能發電 設十英雲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前 全部停止運轉 一百一十四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二零二五年 也就是核一場 所謂的核三場的更耗機 就是台灣最後 目前運轉中 最後以後的發電機組 建林處理的時間 我為什麼要接受一個核電廠 就是說已經到了四十年了 而且核三場曾經 因為老舊發生過非常多的火災 他事故 或是他最近這幾個廠 因為電線溫度太高 引起消防動作 這些都是讓我不相信 老舊電廠應該要明明的問題 那我先講 然後就是我 就是有第一個 我覺得他臨時辜負負 因為他其實 竹蚊子跟核電有關 以後跟明明有關 而且我其實不認為說 台灣一定要繼續 收拾這些老舊電廠 那先講核一的現況 核一的現況的話 事實上他的執照 是在今年的十二月五號 就是再過幾個月 核一跟一號機 他的四十年運轉執照 就到期了 那二號計畫 是在明年七月十五號 大概是明年中的時候 運轉執照就會到期 就是說我們這座電廠 他的執照其實都已經陸續到期 依照法律的話 其實如果沒有到新的執照 他是不可能繼續運動 而且台電目前 也是沒有再申請 一個新的執照 那再來是說 其實核一的話 他是停機非常久 有些人還搞不清楚 覺得說如果核一停機 我們要用什麼取代 但是我們的現況 核一一直在停機 從這個圓能會網站的資料 大家 我沒有用最新的 因為到那個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 圓能會 他會公布每天的 核電廠的運轉狀況 核一廠一號機 他已經停機 大概三年七個多元 那二號機是停機一年多 真的已經停非常久 所以我們不需要討論核一 需要用什麼來取代 現在變化就是核一廠 已經好幾年都沒有在運轉 那大家回顧一下 核一為什麼一號機會停機呢 他在三年多以前 他有發生 他在大修的時候 他整個燃料棒 要去動他的時候 那個水棒就是霧紋 然後後來去過檢查 才發現他的燃料水棒 已經斷滅了 就是這個真的是一個很老舊的機組 設備都已經斷掉了 這樣子後來就停下來 一直到現在三年多都沒有重啟 那二號機呢 二號機其實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天 我們本來還去 針對核電的問題 去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那天本來郭慶林大哥 出來也要參加記者會 結果那天因為下大雨 郭大哥就沒有來 那天沒有排風 也沒有什麼避震海嘯 只是一個下大雨這件事情 核一就發生土石流 然後整個電塔倒他就停電 就是沒有辦法供電 然後後來就一直停機到現在 已經停了一年多 那這張照片是我去實地獻 他就大概過了一個禮拜左右 因為我跟郭大哥還有一些 這個有漫漫的人就是說 說進去裡面去看他的現況 又過了一個禮拜 他們裡面還在清土石 所以其實狀況是很不好的 那再來核一 除了有發生土石流的問題之外 他的燃料池也有爆滿的問題 其實台灣目前所有的高階核廢料 我甚至用過核燃料 他們是輻射不染非常高的東西 其他目前因為沒有地方去 核廢料的問題是 目前是很難處理 找不到追蹤組織的地方 這也是我無法支持 所謂的乙核氧綠 事實上是核電源泥 或是核四重啟風頭 這樣的一個主張 就是我們台灣的核電廠 其實核一廠經過燃料池 經過兩次的變更設計 每次都把它放得更密 那核二廠更誇張 核二廠是經過三次的變更設計 兩次加密之後空間不夠 居然把那個本來是核廢料 要賣出來的一個過渡空間 裝載一廠 也把它改裝成 用過燃料池的空間 讓核三廠是一次變更設計現成 那其實都已經在爆滿的狀態 那核一廠的話 他只剩下 一號燃料池只剩九數的空間 二號燃料池只剩七數的空間 所以他已經沒有地方可以退出核燃料 所以他事實上 不管是說建林處理 或者是說因為沒有辦法 燃料棒已經沒有辦法處理 這件事情他都是面臨要處理的問題 那再來是 是我們就看到核一廠 核一廠他本來要弄一個乾式儲存設施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乾式儲存廠是一個 我覺得他這個很奇怪的位置 他背後是那個四三 而且那個三 三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那天下雨 這也是我們去現場去拍攝 就是那天去現看的時候 發現他那邊當時因為有一些土石滑落的狀況 所以台天只好用一個帆布想要遮一下 就說讓他土石不要這樣崩落的那麼快 那他是在一個後面有山坡會滑落的地方 然後前面不遠處就是山桌很大型的油槽 因為核電廠裡面其實是有藍油 那個柴油發電機 就是說他是有藍油發電機的 然後我覺得他的位置其實很晃 前面就是乾滑土石流顯示 然後後面有山坡 那核一現在他的那個乾式儲存設施 一直沒有辦法啟用 真正的原因其實是水保卡關 就新北市政府還沒有發水保的那個完工證明 所以他目前是沒有辦法啟用的 那其實我們對他整個乾式儲存設施 採入天設計其實是有很大的疑慮 那為什麼會有很大的疑慮呢 過去在民國大概八十幾年的時候 核門研究所他們曾經 他們也有一個小型的實驗用的 小的那個乾式儲存設施 那是跟核電廠的規模是不一樣 核電廠是一個桶子裡面 核一廠是放五十六素 然後核二廠的設計是要放八十七素 那核能研究屬於他的實驗型的 所以他一個一桶子放四素 也是非常小的一個設施 可是他那時候接二連三的發生情報事故 那在原則會的調查報告裡面有講到 他就一直發生情報事故 那為了要解決輻射外泄的問題 他就全移性的蓋一個小小的鐵梨屋 把他們折起來 那我自己看到這樣的報告 我是無法接受說以核能 就是核電廠他要放這麼多輻射 那種放這些的東西 然後核電廠核一二廠 就離我們台北那麼 就是那種密集的地方這麼近 你還要蓋一個露天設施 其實是滿令人失望的 而且以前林泉院長承諾 那個北海岸的居民說 說將來要採室內設計 但是目前政府的 台北的規劃是說 第一期他還是要用露天設計 第二期才要考慮改到室內設計 那我是很質疑說 既然露天設計還沒有開始啟用 為什麼要那個室內設計也已經準備要 就說之後也要正在規劃中 那為什麼不乾脆一定把我們相關的問題解決 話話說用小一點 讓他容易移除還有室內的安全 那再來是我想要跟提醒大家是說 很多人都就是說不知道說 我們的低階核廢料是怎麼處理的 其實目前台灣早期是違反南無人的意願 把低階的核廢料送到南嶺去 但是後來因為南嶺有發生抗爭 絕對不是像老鴻說的 因為沒有回饋已經才出來反核廢料 藍嶺的反核廢料 事實上是很早以前就發生 而且台電為了解決當地的距離 反對對核廢料率過去的問題 所以他只好在新北市跟屏東 就是核二廠跟核三廠面 各蓋一座焚化爐 長期的焚燒低階核廢料 而且台灣就是說一年有好幾倍 因為是催東北進攻 所以這些焚化爐 就是燒過的核廢料 相信我們大家都有份 甚至核二廠以前有發生 那個橫化爐的藍料帶破裂這樣的狀況 那時候也是沒有主動的告訴屏東說 今天燒核廢料的橫化爐的 藍料過濾帶破裂 都沒有跟外界講 那我自己是對他的安全性是很失意的 那再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核電廠除疫的法令 就想把一些法令的基本規範 跟大家說明 那我大概講幾個摘要 就是說第一個是核電廠他要除疫之前 他要先提除疫計劃 那除疫計劃是必須在 預定要永久停止運轉的前三年 要提出來 那所以因為剛剛有講到 核一廠是到今年底 今年12月就已經到除疫 然後二號機是明年中 所以核一廠很早前 大概將近三年前 就已經提出除疫計劃 那核二廠市上 他現在的運轉期限 他的除疫計劃 目前是已經提出來了 那除疫要多久完成呢 依照法律的規定 他是在25年內 要把除疫整個除疫的工作完成 那未必有能力做到 但是法律的規定是要求要25年內完成 那除疫的方式 法律也有規定 是要求是必須用拆除的方式 就是不能就地方置 就丟著不管 所以要把它全部拆乾淨 而且拆除完以後 依照法律的規定 是必須要去確認不設計 要也夠符合法律的標準 不管是官定的一個標準 那除疫的 先講一個什麼是除疫 那要講什麼是除疫 之前先認識什麼是核子反應器 照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二條的定義的話 是指裝有核燃料 而且能夠發生可控制的 核分裂的一個反應的裝置 那還有核子反應器設施指的是 核子反應器跟他相關附屬的一些廠房跟設備 那所謂的除疫指的是 核子反應設施永久停止運轉後 為了使他的設施跟土地資源 能夠再度公利用所採取的各項設施 也就是說理論上 依照法律來講的話 除疫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環境回復到原狀 讓他將來可以再做一個事 再做一個利用 只是說就讓那個土地 用油油的被污染 只要這樣法律是要這樣做 那各機上能不能去做到 是另外一個事 那我們希望政府一定要做到 那再來是依照法律的第21條 除疫的方式是要用拆除的方式處理 而且要在儘管機關規定的時間 就說法律規定的時間內把它完成 那再來是他的拆除呢 主要是針對那個放射性污染的 一些設備結構 夠跟那些物質為範圍 就如果說他是屬於沒有輻射污染的話 不一定要拆掉 那些有輻射污染的 像反應物那些東西 或是用過燃料池那些高污染的東西 是要去必須要把它拆除的 就不能堆在那裡 那目前政府的計畫裡面 他要拆除的範圍大概是這邊 就是他有一部分是拆除區 另外一部分是保留區 那保留區包含說 那個用過核子燃料的乾式儲存廠 就是說儲藝之後 不是整個廠房都完全清空了 我們現在目前政府 因為那個用過核燃料 到現在都找不到最終處置廠子 所以目前的計畫是 儲藝之後那些用過核燃料 還是會暫時堆支在那個廠房裡面 那當然居民是希望說 最後你還是要找一個地方好好處理 那但是這真的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工作 所以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用核電 其實後面的代價是 將來要處理這些核廢料 那再來是除以後 其實法律跟他的那個 輻射劑量也有一些相關的規定 那這比較索費 大家之後可以自己去看 翻相關的法條 那後面我們要標 法律要求的輻射劑量 是有相關的一些法則 包括罰錢 然後再來是說 其實被畫為 就說自己居住的地方 被畫為核電廠的話 其實是跟當地的區域是有承受一些事情 就是他們那邊可能變靜置區或是低密布人口區 他們那些發展是受到限制 那核電廠除以之後呢 就是說他拿到除以許可之後 可以試情況就是說 會傷內政部之下 縣市政府跟有關的機關 然後省行政院核定就是解除當初 解除或變更當初跨定的靜置區 或是那個低密布人口區 那這個是根據那個 就是如果發生核子失故的話 可能就是說那些受輻射影響的一個狀況 然後來畫面這些一個區域 所以實際上是核電是真的 它的存在是真的 會有一些人受到影響 即使沒有發生核災 有一些人民他們的發展 就受到了限制 那再來是如果 因為除以有規定說 依照法律是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施行規則第16條要求是 拿到除以許可之後 開始期待25年內要把它完工 然後你要把這些東西都拆掉 那如果違反相關的規定的話 你是要留罰款罰錢 就是100萬到500萬以下的罰 而且還可以按年出版 就是你不是說罰一次就沒事 你今年沒做就罰 然後明年又沒做又再罰 所以一直拿下去 那我們當然希望 不是一直罰下去 而是能夠25年就好地把它做完 那再來就是目前 台電計劃的核一場計劃的處理期程 就是它在104年11月 已經提出了處理計劃 由原本會審查 然後105年7月的話 它是送到寶寶就是說 說環品它的環說書已經開始公開展示 那目前有在辦理相關的環品 那他們希望在25年內 可以把它陸續的處理完成 那這個也是官方回憶 是從官方證據的那個 的資料裡面找出來 就是說 說我們合一二三場 就是說剛剛講到2025 就114年之前會陸續 執照會陸續造期 然後之後就要開始陸續處理 那這是比較細部的工作 上一部分我們在這裡看 然後再來是說你廚藝的話 要提出廚藝計劃 然後經主板機關 這樣主板機關就原人會申請 然後審核若符合相關的規定 就是可以拿到廚藝許可 那要符合哪些規定呢 第一個它必須要確認說 它的廚藝作業是 注意保障公眾的健康安全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廚藝還要擔心 公眾健康跟安全的問題 那事實上廚藝確實是很需要 擔心公眾健康跟安全 因為它在猜藝的過程中 如果沒有處理好 有可能在拆反應模擬的時候 如果沒有處理好 有可能會造成輻射外線 所以也是要很小心的去 進行相關的作業 那再來是你在處理的時候 必須要對環境的保護 跟生態的保護力的影響 要合於相關法律的規定 然後在它的輻射防護作業 跟放射性物量管理 也是要符合相關法律 然後還要證明說 申請人的技術管理能力 跟財務基礎等 能夠深入處理的執行 那其實台灣的核電 它都有提過 就是核電 它是要提過一個 叫做厚專基金 就是專門用來處理核廢料 跟核電廠廚藝的相關的工作 那這個基金大概是 每五年會重新核算一次 是最近前幾天 這個經濟部有發一個新聞稿說明 就是最近核算其實初估 核後港基金 至少要四千七百多億 然後而且他們是經濟部也說 將來還有可能會更高 所以其實核電不見得 我是認為是蠻貴的 因為隨著技術 或者是說大家 對環境的一個回復的一個要求 事實上他花的經費 是會相當可觀的 所以我們的法律又要求說 那個申請人 就是台電公司 他必須經濟 那個財務商要能夠 能夠成就是有能力去執行 那再來是 處理計畫是要在 請止運轉前三年前提出 然後如果沒有依照規定的時間 就沒有在三年前提出 處理計畫的話 是法五十萬到兩百五十萬 那也是按次連續出發 就是不是法律師如果一直都不做 還是可以再出發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處理計畫有一些重要的變更 比方說如果提出來的計畫 你說要怎麼做怎麼做 結果後來沒有能力做到 你是可以去申請變更 然後比較重要的事項的話 叫申請變更 哪些叫做重要的事項呢 照法律的規定是 你這個變更可能會增加 有增加環境輻射的可能性 或是增加處理人員 鋪目輻射的一個可能性 或者是增加放射熱性 配清目的產量 或者是說處理的過程中 發現有一些沒有被涵蓋的安全問題 或者是我們也很擔心的 就是處理的作業完成時程變更 就是說可能你本來說 要在什麼時間內完成 可是因為比方說 一直找不到最終處置場所 或什麼樣的原因 然後去拖累他們處理期程 或是一些其他主管機關指示的事項 就是提出處理計畫 你還經過審核還是可以變更 那在處理期間的一些管制的話 就是說在處理期間 主管機關是可以派員去檢查 然後或是要求經營者 又台內公司要提供相關資料 那不得規避方案或是拒絕 如果這樣 如果說不符 然後不合規定 或是有危害公眾健康安全的狀況的話 主管機關可以要求限期改善 或是採行其他的必要的措施 然後如果情節重大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令他停止現場作業運轉 或廢止執照或是說要求他限制運轉 然後再一次 對然後 他比較爽 然後沒有遵守規定的話 也是有300萬到1500萬的一個法環 然後並且可以要求停止現場作業運轉 或限載運轉 然後如果說不遵守主管機關的命令的話 事實上還會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後居醫或科或病科 新台幣300萬以下的房金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是法人自然人或是自然人的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為執行職務犯那個剛剛講的29條人罪 就是說有刑責的那些罪的話 除了處罰行為人之外 對那個法人或是被代理人的自然人 他也是可以科處罰金 然後再來是規避法案或拒絕主管機關的檢查 或是不願意提出資料 也是有罰相關的處罰措施 那我部分就有講完 不行 我答錯了 我還沒還有 我剛剛也跳到環冰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點緊張 就是核電廠儲藝也是需要環評的 那這是在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 第一項 第十款跟第二項 就是說開發行為對環境如果有不了影響的話 他是要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那包括所有的跟其他能源開發 還有放射性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的新建 那核電廠的廚藝 他一定要解決 是他最主要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就是要解決那些長期堆放在核電廠裡面的那些 包括放射性的核廢料 所以他在廚藝的過程中 他一定會順便去做核廢料儲存設施的一個新建 那依照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想評估細目及範圍的認定標準 我簡稱法庭認定標準 他裡面事實上是有規定說 有某些下面這些情形的話 他是必須要實施環評的 第一個是核子反應設施的一個廚藝 他是要做環評的 就是其實真的很特別 一般的開發都是他新建的時候要環評 然後採除的時候不用環評 可是因為核子反應設施 核子反應設施 他裡面存放大量高放射性的一些物質 他即使是要關閉要處理的時候 也是需要做環評 因為採除的過程要很審慎的評估 才不會造成輻射污染 那再來是以核衣廠的儲藝來講 他有幾個項目是需要做環評的 就是說需要做環評 一個是說他裡面有做放射性 對親物儲存的一個設施的形結 就是剛剛講的乾式儲存的設施 目前因為找不到其他地方 他會先在核衣廠內蓋 就是說他會準備蓋一個用過核燃料的中型儲存車 甚至他之前也是有一個文化爐的計畫 就是因為為了要處理核廢料 那個財產過程的核廢料 然後要弄一個核廢料的廢氣爐的分化泥 然後再來是說 因為他拆除的過程 一定有很多汽土要處理 所以依照那個汽土的一些相關的環評的規定 他也是必須要去做環評 然後再來是說 因為他裡面這樣有好幾個開發案 同時在進行 不好意思 就是有儲藝 儲藝 然後單式儲存設施 然後還有汽土的規制 那因為同一個場所裡面 有好幾個開發行為 三個開發行為 在同時進行 所以可以合併起來一起環評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依照環境影響評估 施行細則十九條 就是依照環評法 他如果 事實上他是有規定說 你可以 如果是屬於副表二的開發行為的話 你是可以 就說是一定要直接就進入二階環評 然後呢 如果是其他的話 就是看他的下面有一些條件 就是像 比如說對國平界 他有顯著不利的影響 或是 是那個 會對保育類的生存 有不利的影響那些事 那以合理廠來講的話 他事實上是屬於副表 表裂就直接推認定 他是 應該要進二階環評 就是 就上面有畫就是他的 他這個設施 他這個設施 就是他的那個放射性肺 侵入的儲存設施的新間 那有這次 該是儲存設施 那這些事 要直接就是 要進入第二階段的環評 就是比較嚴格的 嚴謹的法律程序 然後這是他們 在放射性肺料 就是說 依照環評作業準則裡面 必須要考慮的 放射性肺氣物 肺料 核肺料組 處理設施的一個新結 他是必須要考慮很多事情 包括核肺料的運送規劃 營運啊 營運的一些肺液 或是肺氣物的處理 空污的防治水污染灶音 更是附浴水域 跟現實態保育 跟相關的對策 然後他的儲存或處理場所 將來要封閉或停止使用 也有可能引起二次的污染 這些都是必須要去考核 跟想出一些保護的對策 再來是他必須要拆除建築物 或是一些其他設備 那拆除的過程 可能產生一些廢棄物 或是一些污水 那相關還有自然警官的一些保育 地下水跟土壤的再利用 然後還有直批覆蓋 跟其他有關的對策 那對於可能發生意外事故的評估 也是包含說形態 可能意外的形態 嚴重性 然後發生的可能性 跟對環境影響的範圍 都是必須要評估 或是要分短中長期 跟其他潛在影響的期間來評估 那可能的事故形態 要管輻射外線或設備故障 然後後操作作業錯誤 火災化學爆炸 運輸工具事故或其他的事故 其實以前合衣廠裡面 我記得他就有發生過 那個運送那個 運送燃燃燃燃 就是運送的那個車子翻譜 在場內翻譜這個狀況 那還好是沒有發生輻射外線 可是曾經有在場內運輸的時候 車子翻車 然後就說儲存或處理 你那些設施的那個 就是也要評估一些 核種外線的一些風險 然後影響程度跟範圍 然後納入他的環境保護對稱 然後提出一些減輕或避免 核種外線的一些設計考量 然後還要如何去公眾 去做公眾輻射防護的措施 還有工作人員輻射防護的措施 跟輻射監測的計畫 然後而且在運送放射性核廢料的時候 其實也要做相關的 就是也要注意相關的一些過程 那這也是相關主要一點 講到核能跟其他能源的開發 就是還有核變廠廚藝跟廚藝後 可能造成的影響 小孩有廚藝拆廠 兼蓋核種外線的風險 這些都是要去考量的 然後變廠開發 如果我們看那個 產生核廢料的一些儲存的處理 你可以是合併 你可以合併進行評估 對 那謝謝來言律師 那我們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今天報告 我們三個還是有分關 然後我剛剛也聽了一些朋友說 為什麼來聽 其實我也想各位是不是 有一些可能會不會被提供的誤導 以為我們今天要是要談核一 該不該決定 不是的 我們今天談的是比較專業的報告 談的是在現行法令上 因為核一已經要處理了 所以我們要談的是 核一處理我們要面對什麼事情 就是不管是管庭還是法令上 還是大家工作上 核一處理是什麼東西 因為其實一般民眾 通常都不太 沒有碰觸到這本區 很少人說就業層之外 很少會碰觸到核電廚藝 我們不知道核電廚藝是什麼 所以我們才想說 收集資料來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所以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在之前 蔡律師他準備之前的法令 可以知道核電廚藝 它是一個非常跟其他電廠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有這麼多的法令在規範它 核電廠的廚藝跟一般電廠的關掉是不一樣 大家可以想像 不管你有很多的開發案 工廠開發案 或是其他電廠開發案 開發案結束之後 這個電廠使用連線關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說 我就把大門一關 插頭拔掉我就用回家了 然後這個 這個工廠被鐵拆一拆就沒了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核電廠不一樣 核電廠跟所有的電廠都不一樣 因為核電廠它反應爐裡面有 就是大量的輻射 那這個輻射是 就算核電廠今天關掉 裡面的輻射也是不會散掉 它是一個長期留在那種的地方 所以當你要把核電廠使用連線到了 你要把它拆掉 你要讓這個場子 就是它要關門 要把它被鐵拿出來 甚至要讓它昏迷原狀 這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是一個高度技術化的一件事情 那然後呢 也有高度風險的事情 所以它也需要很多把電 特別的規範 所以剛剛蔡瑞其實就是在 拿出這些把電來 大家先看到除衣的 到底是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還有很包括就是說 其實現在這個除衣 是要按照法律走的 就是核電廠的這個期限 每一個核電廠目前都是 40年就要除衣 除非是你要讓它再申請延長 那你就要另外有造所謂 鹽液的東西去申請 它還是要依照法律 不是說今天我說我想 多用兩年就多用兩年 這種事情 鹽液呢它也有一套規範 它也必須要去原動會 申請安全審查 也要等到技術跟安全規範都過了 它才能所謂的鹽液 就是延長使用連線 為什麼要審查呢 因為一個老舊的電廠 就像我們今天 假設車子的使用連線 告訴你20年 開了20年之後 你還是在開你 你需要重新檢查 你不知道它能不能上路 你不知道上路中途會不會拋保 耳電廠也是一樣 你要重新檢查 這個老舊的耳電廠 你還能不能夠 能夠去延長使用連線 所以那也是有一套法律規則的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 目前台灣的這個四年直到到期 因為現在沒有申請 你一定要直接進入廚藝 所以我們來談廚藝的部分 好 那我這邊所負責在談的 就是廚藝的困難 風險和風險的東西 好 那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今天座位是這樣排 所以我讓大家歪一頭 我看真的很辛苦 各位可以把你搶到那邊 可以大家椅子自己轉 可以自己轉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看簡報 因為大家博士可能會 唉 自己講完可能就 我也會去要休息 會受傷 所以大家可能要自己換一下 好 那 因為我們這邊 這邊有很多大量的文字跟圖表 所以我們都很依賴簡報 所以可能大家請 大家辛苦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談的 首先核電儲力 其實核電儲力不管你反而有核 不管你覺得核電要不要 要不要繼續使用 你都要砍核電儲力 為什麼 就算 如果基電是資格等等 他希望核電再多用幾年 你最後還是有一定要儲力 他不可能用這個 用到地球最後一件的 他以為他要有文件 核電網如果研議 最多只能用15.000 也不能再超過 那不是每個國家都會核准 核准研議 因為每個電廠的安全動畫不同 這樣子 那目前台灣進行核電儲力 是台灣首次第一次進行核電儲力 台灣從來沒有經營過這個工作 那所以其實不管是對工部門 對台電 對於原來會 對於環保署 甚至對於民間來講 甚至對當地居民來講 這都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那剛剛兩位已經講過了 就是台電的這段儲力計畫 已經通過了 但是現在進行到 需要到環保署 進行所謂第二階段環評 那如果環評審查通過的話 就可以核發廚藝許可 那正式展開廚藝作業 預計是要在2043年完成 有多久 要25年 那廚藝是否可以順利進行的運輸 包含了有沒有核廢料的處理場所 有沒有經驗跟訓練有數的廚藝工作人員 有沒有嚴謹的環境監測 確保輻射不在廚藝過程當中擴散 然後廚藝之後的這些設備器物管控 會不會外流 廚藝經費是否足夠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那台灣過去沒有廚藝經驗 接下來廚藝要怎麼辦 廚藝應該是會開國際的問題 會需要國外的廠商一起來 跟台灣 跟台電合作 才有辦法 因為台灣本身 已經才有這個技術 那全球的核電廠廚藝 大概在最近都會達到一個高峰了 那所謂達到高峰的意思是 有一批當初這40年前蓋的 40年前蓋的核電廠線 大概都到齊了到廚藝 那所以其實廚藝 這是第一批而已 沒有第二批 這就是在國際上都是第一批 都是第一批 所以其實不能稱為完全全手 之前已經有電腦開始廚藝 但數量並不多 數量並不多 那所以屆時必定 還會有更多的細節跟真意產生 在各國在廚藝的時候 也許會有很多新的困難 新的機率 甚至當然也可能開發更多新的機率 讓它更順利的規定 但它還是一個發展中的技術 那所以其實民間在建議 就是這次我們在看到 儲藝計畫進二間環評的時候 就環保團員都會在盯著環評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研究這個事情 那我們有一些建議 有一些簡單的建議 包含說 既然這是國內首次進行的 核電廚藝的話 我們認為在環評裡面應該要參考 並且處理國外的廚藝經驗 以及在廚藝過程當中 曾經發生過意外事件的處理經驗 才可以讓環評審查的時候參考 然後再來就是 核電廚藝是牽涉到多項的專業技術 包含輻射廚物跟拆除工程 輻射防護等 所以建議應該要邀請國內外的專家 或廚藝的相關國際報告 另外召開進行專家會議評估 有可能會超越現行環評委員的專業 那再來就是廚藝實能長達25年之久 所以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應該明確規劃並告訴在地民眾 如何長期追蹤身體健康跟健康風險同步的研究 那再來就是廚藝作業的在地監測 跟廚藝國外機器必須要建立 那也能夠讓公民參與 才能有 大家才能進去了解的事情 甚至可以監測到底為民眾的外寫 然後才能夠安心這樣子 那廚藝是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 當然不是 就是國際上 就是只要有一些場的國家 都要面對的問題 那目前碰到這個國際核電廠屬於高峰期了 因為這個世界的這個核電業發展 也大概過60年左右 那所以我們說前面有一些核電廠屬於差不多 那現在真正的大批是在現在 包含全世界包含這個很多國家 大概有65%以上 已經運轉超過30年 也就是說未來會有300多國基土 也就是反應如有福利需求 講這個如果我們講商業的話 其實背後商機無限 說過每年會有1500億元的商機 為什麼廚藝要花很多錢 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我們剛剛講核電廚藝多特別 他不是關掉就好 他不是安全的問題 時間非常久 然後他要花很多錢 這就是核電廚藝的特色 特點 就像他講說到底核電廚藝25年 25年都要長期間幹什麼 大家想說為什麼關一個廠藝25年 那這個就必須要 大家可以上原能會的網站 那原能會網站裡面 核電廚藝幾乎是可以下載的 那當然很專業 也不是每個人看得懂 不過簡單的他有些圖表來解釋 那這個廚藝這25年其實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停機過渡期 就是核電廠確定要關的時候呢 他必須先經過停機過渡期 這個時間大概要有8年 有8年的時間 那這個8年的時間是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像我剛剛講 廚藝廠商的招標 招國外的顧問標進來 然後開始做停機的作業 現場調查的作業 然後開始系統出洩水 廚藝的工程規劃 廚藝所需的興建措施 也就是剛剛講的一些 核廢料的一些幹什麼的設施 這樣子 為什麼聽起來好像是都準備工作而已 那準備工作怎麼不早點做 為什麼要在一開始做到最後8年 不只是這些工作就是本身就很不早 包含這個8年也是要等 所謂反應爐裡面的燃料棒冷卻 反應爐裡面的燃料棒它是保持高溫的 它是必須要先移出來 在這個冷卻池裡面冷卻了10年以上 它才可以開始進行下一步動作 所以這個8年也是就是讓燃料棒冷卻的時間這樣子 那再來第二個階段是廚藝拆廠 就開始進行真正的核電主義工作 就是所謂的拆廠 把反應爐還有旁邊的一些管線 這些設備拆掉 用過或者燃料開始要移到所謂的乾屍儲存設施 然後汽機廠房大型組件拆除 反應爐內部組件 反應器冷卻系統的管線 用過或者燃料池 還有阻微組體就是反應爐外面的這些 微組體這些建築 然後包含其他的不濕污染系統設備的建築 建築的這個廚屋 就這些建屋上面呢 有可能都沾染了不涉嫌 那你必須能夠儲不出 除不了屋它就變何必了 如果能儲到反應高度以下的話 那它還算是 它就不能就不算何必了 它可以試出或者是用另外的處理方法 所以其實廚藝拆廠最後 是在這段時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困難的也是在這個第二階段 五十二年 那再來第三階段最終偵測 藏子的環境 不是會偵測 通常診治 護緣 你會藏牢拆除 其實藏牢拆除 第三階段要多少年 在我的這個文章裡面應該有 第三階段多少年 三年 對 最後這個要三年 然後最後第四階段 藏子護緣是兩年 所以總共要很漫長的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各位 現在加上二十五年之外是幾歲 那我們這一代都還看到藏煙廚藝 這是比較久的時候 這一個人生日日很重要的 清華時期二十五年 我們在這裡 好 所以其實核電廚藝是這麼難 所以穿對的核一廚藝的環評也很複雜 那核一廚藝的環評要環評什麼呢 就是環境影響評估是 要電廠廚藝方式跟廚藝後 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營運跟廚藝拆廠階段 核展外資的風險性的影響程度範圍 那這個就是環境影響評估要評估的事情 但它的時間就是要評估二十五年的時間 那這是環評的程序 那環評的程序 目前是自願進入二階 那已經開始有環評大會審查 所以這環評大會審查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照前面我剛剛講 它依照法律直接要進入第二階段的環境想評估 就是所謂比較審慎的環境想評估 跟第一階段不太一樣 那也開始有所謂的上網公開地方的說明會 這些都有舉辦過了 那這上面有些時間點都有舉辦過了 然後呢 在上網公開說明會都辦過之後呢 環境署要召開所謂的範疇界定會議 等一下我會解釋這什麼 這也開過第一次第二次 然後再來線刊 場地的線刊跟公聽會也舉辦過了 那再來就是 目前呢已經一路進行到最後兩個了 也就是說要進行到環評委員審查了 那這個審查時間這邊訂的 我們前兩天收到公文是 8月21號要出審 就是要進入二屆環評審查的初審 已經要開始開那個初審會議 會議開解釋不少可能會開很多次 因為東西非常多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黃色環評的就是說 大概我們這些團體呢 就是大概是從 2016年開始 開始進入這個環評會議裡面去監督這樣子 然後也開始研究環評書 看看說希望能夠在裡面能夠增加哪些環境建設 或哪些該注意的部分 那已經開了蠻多次的會議 大概我們大概進行兩個來多的研究 那之前呢 我們在這裡面所的研究的工作就是在研究 我們剛剛前面有一個所謂的範疇界定會議 那範疇界定會議呢是二階環評裡面的一個過程 就是希望把這個第二階段環評評會的調查重點 把他的範疇跟重點所指定出來 讓這個二階環評能夠去調查這個部分 那參與者呢 包含相關的公家機關環評委員 民間團的地方居民 都可以參與這個會議 那所謂的範疇界定會議 是在環評評第10條裡面 那也就是說在環評正式開始之前 主管機關應該可以邀請這些與會者 來界定評估的範疇 那這個範疇界定呢 主要是第一是確認有沒有所謂的替代方案 第二確認應該進行環境上一部的項目 決定調查、預設、分析跟評定的方法 所以範疇界定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所以範疇界定指引表呢 是環保署所提供的一個格式 裡面大概有一百多項的環境項目 環境因子評估項目 評估範圍跟調查 那我們大家在這個會議裡面 要去建議要不要去勾選 勾選起來在環境項目 做進一步的調查跟評估 哪些是需要的 哪些是不需要的 哪些是需要加強的 那在這個範疇界定會議裡面 我們可以去建議環境委員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範疇界定指引表 這只是第一項而已 其實後面一樣是上十多項 所以我就沒有每項貼上來 不然大家可能等一下聽完就睡著了 好 那所謂範疇界定指引表 在環境網站也是可以下載的 那所以裡面的密碼 它就是都有這些表格 那我們就可以去勾選 然後去說為什麼我們要勾選 這些項目的理由 例如說地形地質這些 然後讓環境委員來決定 要不要把它納入二階環境的範圍 好 那在開這個範疇界定會議的時候 明天團體一起發了一個聲明 也就是在2016年的12月 那時候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們初步先對這個 這個二階環境有一個初步的聲明 好 那這個聲明就是我們覺得 環境廚藝應該就是像 剛剛法令講的 你要讓這個 盡量把這些可能的污染刀 除掉乾淨 最後能拆場之後 可以把一個乾淨的土地換給當地的居民 好 好 那我們樂見和一場早日廚藝 然後 但是我們呼籲在這個過程當中 廚藝的決策跟作業過程 應該公開透明 這樣子 然後有充分的溝通 那我們上面有列點 大家看這個列點比較清楚 就是說 我們有要求就是廚藝計畫 就不應該包含 其他電力事業用土的開發計畫 所以廚藝之後的土地 你要蓋什麼 我們覺得應該另外再申請 另外經過環環環環 都要包在這裡面 所以那光彈廚藝就夠複雜了 那樣子 應該切割出北計畫 然後再來就是廚藝後土地 開發前的狀態 這剛剛講過了 希望能夠尊重當地區的意見 然後再來就是實質的廚藝 應該要包含25年之後 這個合建廚藝之後 這些拆除的東西要放哪裡去 應該要包含這個移速計畫 然後再來像高低階核廢 讓目前都在廠區裡面 那他也應該有嚴格的管制 然後廚藝這個業監測 也有在地居民跟環環參與 那公民的實質參與 有效監督管制體系 跟核廢要管理 那也希望台電能夠 顧起企業社會責任 對當地居民 社會經濟跟自然生態 在這40年來 因而漲得遭到的損害 能提出回復跟補償計畫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談就是 廚藝到底有哪些環境風險 在我們剛剛講的 在販核經濟質疑表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呢 那這個呢是我把這個 台電在這個 當地說明會的 二階環環當地說明會的簡報 我把它抠下來 就不太清楚 但是我覺得 台電的表格都蠻清楚的 就是在二階環環裡面呢 其實要討論 包含空氣品質 就廚藝過程的空氣品質 噪音的問題 核酸水質的問題 海域水質的問題 土壤交通文化環境 每一個部分都會需要 就是都需要做環境場的分析 再來是地下水 然後再來是陸域生態 海域生態 環境補色健康風險 這都是大標 我拿著表格 再來是讓大家看大標 那這些大標在環境計畫書裡面 會是非常非常厚的一本 那是很難煩 那我覺得這個表格 會讓大家看清楚 到底環境書 是包含哪些項目 這些是大標 其實你光包含陸域生態 就非常非常多 包含動植物的調查 海域生態也是 包含這個海域生物的調查 這樣子 這些都要包含在二階環環裡面 那明天就是明天團體 我們有提出了 對於這個泰州接近會議的 這個我們希望納入的重點 那我們有討論出來 也進入這個泰州接近會議了 那我們討論的重點 其實大概有三頁 主要是我們要求的是 在地質的部分 土壤跟土壤污染的部分 我們都希望能夠增加評估項目 例如說在地質的部分 希望這個能夠因地質敏感區 基地地質調查 跟地質安全評估作業層 再進行細部的調查 然後例如說當地基地 是不是有地層下限的土石油狀況 那還有再來就是 希望能夠再增加一些地質的資料 那土壤也希望能夠再補充 地震力跟土壤硬化的評估 還有連續降雨的這個 污水下滲率的評估 為什麼 因為這兩年的極端氣候 已經好幾次北海岸都有大雨 而且也有土石油 因為我們都覺得 這東西應該再增加在這個 我想評估裡面 不然在這25年期間這些 這些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應該要事先評估好 那再包含這個 對海岸地形的影響 還有地震跟斷層 希望能補充海域斷層的資料 還有海象的部分 評估拆除後 對海象的影響分析 因為河一場清水口在海邊 那再來地下水的部分 我們有建議 也有建議就是說 希望這個 補充一些地下部分 一些平面跟剖面 讓我們大家可以考量 這個拆除作業 會不會這個污染到地下水 對地下水流向 會有什麼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再來就是 剛剛這個輻射的問題跟劑量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這個 土壤裡面各種 核種跟輻射量的這個調查 然後這個調查 不是只有在廠區內也好 就是就好 就是在廚藝過程當中 會拆了很多營建物跟廢土跟沙石 我們希望在這些 廢土跟沙石裡面 也能去偵測 有沒有土種跟這個不射量 不然的話 當這個汽土跟沙石 它如果流到外面的話 它也可能會被我們展霧比較長 好 那還有包含廠區附近的溪 溪水跟鼎泥 也希望能夠做監測 還有凡英國的排水道 都希望能夠做監測 水質的部分 好 那大概我們提了這些建議 進去到這個 泛舟接聽會議裡面 那有些被裁納也就沒有 也就還在討論說 在二間環評的時候 我們都還可以再持續要求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其實剛剛談到那個戲 那其實環保障 平常在討論環評的這些作業 可能對大家來講 就會有點細 那那個就是會需要為什麼我們要開這麼多次會 因為我們要慢慢的討論 不要取消當地軍的意見 看需要增加哪些項目 大家才會覺得在環境監測上 這萬如一絲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要談說呢 為什麼要那麼注意這些事情呢 因為其實在廚藝的拆除過程當中 有些風險存在 有哪些風險呢 第一個是拆除過程當中 不設外線的風險 核電腦處理工程的複雜跟困難 其實並不亞於核電腦興建跟運營 所以大家不是覺得說核電腦關掉就沒事了 其實核電腦關掉之後 廚藝這25年其實還是很複雜的 還是一個很高度專業性的工作 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財力 此外這些工作區域 因為輻射殘留 也會讓第一線的工作人員面對高緊張風險 所以其實參與廚藝的 在電腦裡面廚藝的員工 不見得會比平常運轉的員工少 所以必要更多 而且他們的風險 也不見得會比運轉時候的核電腦員工小 那輕型廚藝的這些設備解體的工作的時候 很可能會因為這個過程 將輻射不小心排放到環境裡 所以其實核養部件的居民 跟第一線廚藝工作人員 都會直接迫入在輻射中 所以為什麼要那麼謹慎 就是因為這會影響到人命跟健康安全 因為他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再來就是拆除過程當中 這些營建輻射廢棄物的管理 那廚藝作業呢 他的廢棄物呢 很多 包含想說一整個好好的電腦道 把你拆掉 那個被塗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還包含你們的系統結構組件 你都必須先除屋吧 除掉你才能再去拆它 那這些都會伴隨 會產生所謂的二次廢棄物 那這些廢棄物就必須依照儲存 跟最終儲存的要求 進行安定化的處理 那所以在這期間當中 能動廢棄物是越少越好 所以需要有減量工作 然後再來廢棄物管理設施 減少工作人的塗色暴露 那會有哪些廢棄物呢 就是簡單的分類 就是有物體的廢棄物 跟液體的廢棄物 那物體還有分乾性跟濕色的大類 然後又乾性的廢棄物 可以分成可壓縮可燃性或其他 那所以它有很多的這些處理的設施 包含用高壓的壓縮讓它的體積減少 還有剛剛我剛剛講的一些低階的銅化炉 低階核被繞的銅化炉 高階是不能粉的喔 低階的可以這樣子 但是銅化炉還是要注意它的安全 但其實會有副燒危險的問題 這也是大家必定的 所以它可以進行壓縮、粉化這些處理 那這些都是講所謂低放射性廢棄物這樣子 那這廢棄物裡面所謂濕式的廢棄物 包含你在這個廢棄裡 總會有一些過濾、殘渣、濃縮的工業 這些可能都包含了高激量的骨色 所以它只能用水泥固化的方法 或者是放在一個完整的容器裡面 不能讓它外泄 那些都是高毒性的東西 那這個是在荷宜書醫環品裡面 它的一個廢棄物的流程表 在它的環境書裡面可以看到 它就是會去測到是 這些廢棄物是有沒有放射性核種 有的話怎麼處理、沒有的話怎麼處理 那如果有的礦棄性核種 它就進入了法定要管制的幻巢 那在這幻巢裡面呢 它要看它到底有沒有高於管制標準 如果高於管制標準呢 它就會進入下面那個橘色通貌 它真的就變成一個被料 如果它低於管制標準的話 那它還可能可以解鎖管制 外視 所謂外視就是回收再利用 掩埋或拿到場外去被塗場之類的 它剛剛講的是那些銀建廢棄物的處理 那包含電廠系統內的儲物跟廢棄物的管理 又更複雜一點 包含那個廢棄 就是它的排氣的過濾色 在蒸汽鍋爐 這些都會有 可能會有沾染一些有油力膚色的這個廢棄 會讓這個空氣會出去 那再來還有它廢水處理系統 這也是要特別去儲物的 儲物之後才能拆掉 再來是試驗廢棄物 那再來是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放射線廢棄物的檢測措施 這些檢測措施就會我們還是得拆掉 所以會有一大堆的廢棄物 那這個表不是很清楚 那這也是儲物環境裡面關於廢水 就廢疫要怎麼處理的流程表 它也是蠻嚴謹的 因為你不能讓這些廢疫流程 好 那這有表格可能大家看的比較清楚 就是說它可能要處理的就是 營建剩餘的土石邦 然後生活的污水 放射線廢疫的處理 平常施工的陽塵控制 還有這些鍋爐排放廢棄 看起來跟一般工廠店長差不多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它裡面都會有輻射 你就要小心不能輻射外泄 這就是核煉除衣特別的部分 所以它需要花那麼久的時間 有這樣子那麼多的考量 那我們就說為什麼這些放射線的管控這麼重要呢 因為控制性的這個事物的管控 如果施控流到外面的話 的確會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例如過去的膚色鋼筋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當然你去上網查也可以查得到 膚色鋼筋事件就是過去呢 曾經發生過多情民災跟建戶 使用遭到膚色污染的鋼筋 所以導致受災戶的膚色暴露 遠高越國際標準 但是有人一直就是打國賠 因為離癌 然後以後國賠是有過剩這樣子 那是在1983年的事情 那雖然這個鋼筋不是環電廠有出去的 那是因為有放射源 有放射源在建築工地裡面污染這些鋼筋 然後反而是台電合衣場擺鋼筋的時候 那合衣場進去他如果有做檢查就發現 欸怎麼我買來的鋼筋 新的鋼筋就有鋼筋了 就發生說怎麼會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一般人心沒有辦法裁 那大家有專業機器來查得到 那時候可能是台灣手撕發現了鋼筋的問題 但是可是那時候為了避免產生恐慌 所以其實持續沒有讓大家知道 但是後來又再發生 所以後來其實才真的追查出 所以其實這個事件還蠻嚴重的 所以其實輻射物如果不小心 就是在一般的我們的生活 或是住宅或是生活 在這裡面發生的話 其實是對居民 對一般人是有影響 所以我們才覺得 這些廢棄物的管控非常重要 你必須讓它在電廠裡面 不會隨意的 因為有人偷偷的轉賣被疼 或者是在管控的流氈當中 有些什麼疏失 或者有人因為土力 而把這些東西轉賣到民間去 然後這些都會造成民間 就是會造成民眾生理疾病 生理健康物 所以我們才認為管控非常重要 那再來就是 長時間處遺之下的天災風險 因為處遺時間長達25年 所以在這個紅歌劍環民書裡面 他也必須去研究跟調查 在25年當中 如果發生地震 颱風 洪水 海嘯 他必須去評分的機率 而且評分就是說 如果當發生的時候 該要怎麼應變 那除了這些天災之外 還有一些本來 你在拆除過程的風險之外 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你有可能他會發生一些意外 但沒有人希望 他也有可能發生 所以針對這些意外 你也必須要做擦盤對應 你也有一套緊急應變計畫 那也在這些初衣計畫裡面 那有可能例如說 會發生什麼事呢 例如說 初衣過程當中 有可能會縱物 墜落撞擊到用過的核子燃料池 造成合靈界 或者是燃料池喪失冷卻能力 那裡面的這些用過的燃料棒 他就可能還是會 產生這個不能冷卻的高溫 可能還是會有些浮測外泄 有可能因為地震 颱風這些災害 讓這個燃料池的冷卻水流失 這一點 不是說硬發生 只是預估在這個 拆除過程當中 因為時間拉得這麼長 就必須要把所有可能性都放進去 那第二個是 廚藝活動所潛在的一些 浮測意外事件 包含廚物的意外 你在廚物的過程當中 也許會有工作人員 因為搞錯這個廚物的程序 然後導致有工傷意外 或者是拆除的意外 掉線這些大洗機件的時候 也許會有些意外 那包裝的時候 或者是廚藝物暫存的時候 在容器裡面的運送也有意外 像我們剛剛講 那個卡車在廚店運送 也有曾經翻車過這樣子 你是做成人說的 包含你的廢氣處理系統 管線會不會破裂這樣子 廢氣處理的系統的統潮會不會破裂 那這些都必須要放入這個 處理計畫裡面討論這樣子 那再來是高放射性 非氣物處理的意外事件 那最後還有低放射性的意外事件 還有所謂新增這些處理措施 就我們剛剛講 新增的這些新人跟化爐這些 會不會有些意外事件 那其實這些都要放進去 那其實我們認為是應該放進去 因為放進去是好的 因為這種不要像我們前面講說 都說這是百分之一百 或百分之一百五十兩百的安全 不會有意外事件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這個不會讓民眾真的不擔心 人家真的不擔心是 人家真的不擔心是 你現在把所有意外事件 弄好了 你就會有十八道劇本 我每一套都知道怎麼應變 然後這個資訊公開 它才可能真的讓民眾安心 所以資訊的公開 很像這些 承認會有這些意外事件 而且先做好 這樣請離變計畫是重要的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廚藝的問題 那廚藝這套問題 其實遠比我講的複雜得多 因為我並不是專業 這個相信是有要唱 等到國外的廚藝長 他們也許有些國際研討會 他們也許有些國際研討會 當免聚會可能就更專業一點 包含廚藝會碰到的問題 那我們只能就 現在廚藝計畫跟環境計畫裡面 我們只能看到的部分 做一些整理 那這下我們要談核費 為什麼要談核費呢 其實廚藝跟核費 是一體兩面 不能分割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 你把這個電廠的這些 所有東西拆掉之後 這些拆掉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 它就會變成核費料 除非它是沒有收到 不設沾染的 那它可能還算是 一般廢棄物 但它只要是 有沾染過的 大概就收到什麼 會變成核費料 它就要面臨 它必須要處置的問題 那目前這個是 原文會出估的 就是每個電廠 這個拆廠之後呢 它會產生的核費料料 這樣合一廠來看的話 它這個拆廠之後呢 它的低階核費料 可能會到十萬桶 十萬桶 目前合一廠就有十萬桶 就是說你還在增加十萬桶 可能以後都要放 二十萬桶的低階核費料 那再來用過核燃料 就是我們講的燃料棒 這個反應裡面的燃料棒 是最高度限的 會有1337.7噸 它在每個電廠的量 就是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就是不需要 那這些廢棄物 目前打的處理的原則是什麼呢 目前我們處理的策略是 進層採廠內水池儲存 就像我們剛剛講燃料棒的水池 那中層以廠內乾式儲存 那長層就是要推動 推動齒五次 就是一個核費料 推動齒五次廠 那所以其實在這裡面 會蓋一些 放射性廢棄物的儲存設施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室內乾式儲存系統 那還有低放射性的倉庫 低放射性的備料倉庫 放10萬桶 再加上原本的10萬桶 20萬桶裡面 所以第三 沿用原本的倉庫 原本的倉庫裡就有10萬 那再新蓋一個再放10萬桶 然後第一就是放這個燃料棒 所以這個是它 在這個核燃儲存裡面 它要蓋的一些設施 那其他的未來怎麼辦呢 因為儲存能長達25年 如果未來還有更好的一些處理設施 那再說 但目前看到實在沒有 就是直接幫忙 好 那這個表格 能更清楚一點 這個就是在廚藝的過程當中 要蓋的一些核燃儲存設施 都蓋在廠區內 目前都在廠區內 都是為了解決拆廠這些廢棄物的問題 那可是在核燃儲存區內的這些廢棄物 這些廢棄物主人車 全部都是暫時的 是永久的 永久就是你要再早一個都不要處理廠 處理廠 處理廠要把它放進去 那變成永久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每個都有使用年限 目前這個用握燃料 這個室內安視主人車 他的使用年限是40年 他只能用40年 那就我們在太陽台電資料裡說 他說他們用的這個桶子 性質很好 可以用到50年 那就也就再多是沒有 大概到50年 5000年之後 你還是一定要找一個地方放 大家是不是覺得50年很長嗎 可是其實 以核廢道的儲存來講 50年並不久 很快就到了 為了大家想像中還快 那包含這個再取出單元 再取出單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呢 目前的這乾脆儲存廠 是只能用40年 所以你核廢道現在放在裡面 但是40年之後呢 你必須要再拿出來 然後把它拿到最終處理廠去 所以你要有再取出測試 就是說你原本的這個 乾脆儲存測試裡面 也許你的桶子到時候有些外洩 或者有一些意外的話 你要有再取出測試 你可以換桶 你就可以檢查 你可以換一個桶子 那如果你不是因為這些故障 而是到40年到期 你也要換桶 你要換桶子之後才能放到 所謂的這個最終處理廠 那最終處理廠呢 要用什麼桶子呢 這其實我們前一陣子 才一直在聽這個 國外廠商在簡報 那國外廠商那邊在講說 這部分大概我們都不少了 因為我們大家以前都不太關心這個事情 大家都覺得核標桶子很簡單嘛 就是說把這個核標放進去 東桶就好啦 所以你固化就好啦 就大家想那麼多 因為但你現在有科技來 你一個桶子大概 其實40年是撐不了的 就是通常我們使用的水泥跟桶子 大概30年就會開始有些問題 會有些些裂縫 你就開始要換桶 所以大家都看如果像蘭嶼 這個核標主人場裡面 為什麼他們會換桶 就是因為他們之前呢 這個核標桶子放在那邊之後 那邊因為蘭嶼它地處 大家知道是靠海一個離島 就是比台灣本島還要高溫 多雨多濕的狀況 所以他們的桶子又壞得特別快 所以他們之前呢 在30年的時候 桶子很多就已經 這個有一些破損跟這個外露 所以他們只好換一個新的桶子 所以現有的這些桶子 甄水泥它也是有使用連線的 是一個萬年老有不壞的東西 那它當它有裂泥有壞 就一定要換 因為有不灌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關係 那所以桶子也是 當我們的話 換到這個核標主人場的時候 大家知道高階和肺料 就是低階和肺料 目前是300年左右 你要放300年左右 它的不色量才能衰減到 可以就是跟這個 一般背景質這樣子 那如果高階和肺料 大家知道放多少年嗎 差不多2萬以上到10萬左右 到10萬年 它才能夠衰退 不色量衰退到自然背景質 那10萬年的意思是什麼呢 10萬年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桶子都只能用 4、50年 5、60年了 這1萬年你一定要換桶 所以當你要放到最終數字場 你一定要換一個桶子 換一個全新的桶子 然後再把它放到最終數字場 那問題是換到 那你要換什麼桶子 可以撐10萬年 目前科技沒有發展出來 這就是我們說 可不可以讓我為什麼說科技無解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桶子還沒有發展出來 目前因為我們在跟一些國外廠商 他們有來台灣報告 他們都說他們都有高階實驗室 現在還在研究 到底什麼桶子可以撐 不要講10萬年 我們光說撐1萬年 他說第一你要先 地球上現有的金屬 什麼材質可以撐1萬年 第二個科學問題是 地球上現有的實驗 你要怎麼樣實驗 這個材質可以撐1萬年 這個科學實驗也是不容易 你知道用去證明它 所以這是一個很科學的說法 就是為什麼 這合不了無幾 我想這樣幾次大家看 好 所以這個問題很複雜 然後那我們現在先看廚藝的時候 廚藝的時候 這些桶子要必須先在場 先在一方40年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追蹤組成長 那這個是剛剛 展演給我們看過 一個單純的照片 那就是因為這個場子很靠近山坡地 也靠近前華溪 所以當地居民覺得安全有疑慮 所以反對這個地方 所以後來呢 選擇了一個比較靠近中間一點的地方 在比較在場區內部 比較沒有那麼靠近山邊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也就是這個 合一廠第一期戶外 物件幹事處存安全的聲音 就是因為選址上大有疑慮 為什麼有疑慮呢 因為雖然國際間普遍都採取 就是在場區內原地做幹事處存 但是呢 像美國這樣核電廠的幹事處存 地條件跟台灣是差很多的 像在美國他們的電廠 都真的是可以放在人煙稀少的地方 例如說在美國的這個維吉尼亞州 這個核電廠它是 人口一度是每平方公里約10人 但是我們在這邊 十能萬里的地方 人口一度是每平方公里250人 台灣真的地小難愁 再加上在地質跟氣候相對不穩定 所以其實風險程度是超過這個美國的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我們的原地幹事處在選址 還有包含這個幹事處上面的材質跟規格上 應該要標準再高一點 好 好 那這個安全爭議已經吵很久了 這個環境幹事處存 從2008年開始 他在環評在做參議分析的時候呢 這個 香港環境協助協會跟當地的居民 都開始注意到這個 這個內容 這個幹事處存這個環評的內容 然後當時呢 台灣很多的居民都反對 堅決反對這個幹事處存廠 因為他是戶外露天 又檢離山會丁跟檢花溪 大家非常的疑慮 那經過長期的這些抗議跟陳情之後呢 在2013年 新北市政府就接受了這樣的一個陳情 那新北市政府他們就決定用市府的群線 不凡而發隨一個保持完工證明書 然後讓幹事處存就是沒有辦法進行測試跟啟動 所以呢這個幹事處存廠呢 就一直卡在那邊 就是所謂的卡關 卡關了很久都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台電不願意放棄 那當地沒有反對 那新北市政府就用行政的程序卡住他這樣子 那一直直到這個2016年 就是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林園院長到法案去視察的時候 也聽了這些雙方的說法之後呢 他就決定說好那就不要再堅持 如果大家覺得戶外不安全 就只是改採室內甘蔥 那所以在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是採室內甘蔥 但是經歷過一個這樣子的過程 但是呢很麻煩的就是台電的公司 一直還是會希望那個戶外的甘蔥 還是能夠使用一部分 所以呢 所以前陣如果大家看新聞的時候 他們就要跟新北市府吵 所以他們還是希望用一部分 但新北市府就說不準 所以其實後來台電開始進行行政術院 那現在他們在行政的術院中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已經改成 室內甘蔥的這個新建的 好 這核二廠 所以我已經說呢 那這個圖片不對 這是核二廠 那其實那個核一廠的照片 可能我覺得這邊都沒有 他有改到比較靠近 核一廠場場區中央一點 不是在靠近山坡的地方 做什麼的室內甘蔥 這大家只要給你接受的定點 好 那再來談到 我們剛剛講的是 在廠區內的核廢料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要講說 這個廠區內的甘蔥祖孙 他始終都要蓋 把室內蓋好 放進去放40年 但40年之後呢 就是核廢料的問題 就是要移出去的問題 移出去的問題也很大 目前台灣核廢料處理政策 20年的進度還是停滯不前 那一旦移不出去 廸一到底算不算完成 這就變成一件點釣尾的事情 就是你把這個廠拆了 但是那個垃圾 就這樣山一路到 馬上就放在那邊 這叫完成嗎 可能當地居民會覺得 這不錯就完成了 好 那核廢料政策的問題呢 因為今天專門講核廢料 所以我就只提一點點 目前呢 我們的核廢料呢 就是低核 低接核廢料的最終複製廠呢 本來預定是要在2013年完工的 現在是幾年 都還沒有影子 就知道它是Delay到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什麼時候啟用 不曉得 那建制的時間 就算從現在開始蓋了 要15年以上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現在選址都還沒選到 因為之前曾經選過 台東達人跟金門烏丘 但當地的兩邊的地方 政府都不同意 都不同意 所以他們也是用行政程序 把它卡關了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高階核廢料 要放的就不知道要放哪裡 那這個也是呢 目前呢 它還在很前面的地方 目前只完成了一些地質處置的調查 就在前面一些地質的安全性評估裡 那目前還在進行第一階段的 潛質的母顏特性的調查 跟評估界 跟地質專探工作 還沒有進入選址 就已經被迫停止了 因為它不管到哪裡 它只要去調查評估 我就會受到當地的一些名代 或當地的居民就會反對 大家都很擔心說 你來我這邊做地質調查 是不是代表要選 我們這邊做高階核廢料最終出場 所以大家都 這次會直接說不准過來 另外要挑挖的也是因為 這個高階核廢料 我們剛剛講的不是它必須十萬年嗎 所以它必須要挑一個 地質很穩定 沒有斷層的地方 它才能把核廢料挖 放在裡面 十萬年不會變化 所以它要選的是 很僵硬的能源 而且是沒有斷層的地方 甚至是沒有地下層的地方 那這種地方不容易找 連美國到目前都有受挫 美國之前如果大家記得 他們想要在那個 劉卡山 也是在沙漠地帶 想要做這個最終的 高階核廢料的廚製廠 那當他們挖下去之後 發現有碰到地下層 所以後來就也是終止 還在想要怎麼辦這樣子 對 那當然它就是 像在北歐的地方 北歐像芬蘭他們運氣比較好 他們找到一個岩城 號稱十八萬年年成 過去十八萬年 所以他們想 那待接下來十萬年 你還是很堅固 也不會動 他們就是選擇要放在那裡 這樣子 所以其實做這個地上 在之前都要做很多地質調查 才能選定這個地方 因為它必須要放在地表 五百公尺以下 十萬年這樣子 那這個是高階 會不會到非常非常 非常高的這個地質條件 好 那如果 如果這個台灣真的已經開始選擇 要開始 這個做核表處理場 如果順利的話 目前原能會的時程 是定在2055年 但這是最樂觀的日報 那這個是原能會 跟經濟部的一個表格 就是說如果照這個程序 一路走下去的話 希望順利的話 那從現在 它這個應該從2055年算起 到2055 就是大概也要50年左右 才可以建置好一個 高階核被料處理場 從現在開始算到50年 這是已經是非常非常樂觀的算法 其實其他國家會 可能會一直在愛嘗 這樣子 那所以台灣是不是做得到 我覺得這還是紙商作業 那為什麼還是紙商作業 最麻煩的是因為高階核被料 目前還沒有完成立法 因為你沒有完成立法 所以你接下來也很難進行選擇 那低階核被料是已經有立法選擇 但是我剛剛講說 因為地方政府滿對就卡關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 因為台灣目前沒有完成立法 所以政策還沒有實質進行 那可是高階核被料 就是我們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要怎麼辦呢 那台電那個時候 曾經在2015年 曾經計劃將台灣使用過的人 送到法國進行境外再出力 那時候大家就以為說 欸這個好像是個不錯的辦法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把得票送到國外去 到別的國家 但其實後來才發現 其實這個天底巷 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 因為其實國際上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願意接受別的國家的高階核被料 低階也不接受 就是沒有國家接受 因為通常現在都是你這個國家使用核電 你就自己處理自己的被料 沒有什麼國家會願意幫其他人處理 因為處理有沒有要的 那個錢非常貴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所謂的經外在處理高 反正並不是真的法國願意接受 而是法國他會拿去 把這個我們的油燃藥棒 用過油燃藥棒裡面 有價值的東西 就是布跟釉 他把它重新提煉出來 那他還可以去做新的羊棒 但是剩下的會再送回來給我 所以他的面積有減少一些 我要減少三分之一 那剩下的還是高階 有沒有 毒性也沒有減少 會再送北台灣來 對 如果他提煉出來的東西賣不掉的話 他還是要送回來給我們 所以後來怎麼樣算算 這都是一個非常不划算的生意 而當你要送給法國的二十年之後 他也要收入本地 這樣高昂的處理朋友 然後可是呢 在這過程當中 二十年他還是會送回來給你 所以你還是要弄一個 火表儲賞 所以怎麼樣算這個 這個算得不到 所以目前這個批話已經停止進行 也不是只有我們不會算算的也不划算 因為那時候光送出去 嗯 一批好像就要花一百多億 對要花一百多億 還不是全部 對 如果台灣說全部的高階核標送出去 對不起他要破產我們沒有錢 所以那時候只是上一批實驗信的看看 看有沒有會可以有辦法處理 但後來發現其實是不划算的交易 所以就沒有這樣進行了 好 那這個是世界各國高階核標組織場的進度 當然也就是台灣特別慢 因為高階核標真的很難處理 所以各國都在不同的階段 有的還在正確的研究 有的已經開始選擇了 有的已經開始做地質研究 有的已經這個到建造跟還沒有營運 目前全球還沒有任何一個高階核標組織場 還完工跟營運 是沒有的 但是芬蘭跟瑞典開始蓋 開始蓋了 我剛剛講 他們在找到一個18萬年的岩層 但是大家也知道 你要在18萬年的岩層打下500公尺的岩洞 這是一間非常艱巨的工程 在工程技術上都是 所以可能要蓋20年以上 所以到現在還沒蓋好 所以目前全球沒有一個完工 可以使用的高階核標科長 所以今天當我們在講說 目前沒有國家能夠處理高階核標 這樣的講法也是沒有錯 還沒有成功 所以我們要回來看到 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核標組織跟廚藝這麼有關呢 就是我讓我們來談談看 就是 廚藝之後核標核去核種 大概會有以下這幾個可能出現的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廚藝25年完成了 但是沒有找到最終處理廠 那這些東西怎麼辦 就會持續的放在廠區內 那如果我們的乾式儲存廠期限是40年 如果沒有找到最終處理廠的話 我們會不會繼續存放 然後又可以延長期限多久 你目前現在最終處理廠的期限 大概於大概50年就不能再久 所以2055年是非常剛好的 如果我們超過205年就很頭痛 就是你的廠 你就會是一個非常迫在媒體的問題 廠區內也不能放了 然後外面也沒找到會很慘 那再來就是乾式儲存廠40年 如果沒有找到最終處理廠 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會就地 就地的得法 就地變成最終處理廠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這是當地居民最最擔心的 為什麼現有的核電廠的廠區 不能當作核標最終處理廠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核標最終處理廠的地質條件 比蓋核電廠的條件還要高 現有的廠區並不符合 並不符合這個 高建核標最終處理廠的地質條件 那這些都是很麻煩的 很棘手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其實下面的三角形 就是大家會想到一些 那該怎麼辦 會有想到一些幾套方案 就是說如果這乾式儲存廠 期限40年 如果在中途 是不是我們很好運 我們在第30年35年 就找不到這個儲存廠 可以提前運出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是不是經常運出的這個可能性 這樣子 那這可能性怎麼會出現 大家都知道專服這麼困難 怎麼會出現呢 這就是來看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找一個地方 進行所謂的中期集中式儲存廠 就是當在最終儲存廠 還沒有找到之前 先找一個地方可以放100年 100年跟10萬年就絕對有差 100年的難度低比10萬年還低 所以這是一個折衷方案 那現在有些國家也在思考 美國就在思考 然後有些國家也在採用 好像比例時跟荷蘭 跟瑞士好像就有了 就大家都還沒找到最終土質廠 但是還是有這個需求 所以大家先找一個地方 先讓這個核廠先從廠區裡面移出來 放在那裡 所謂集中式就是 你把它從不同的核電廠 全部都打出來 集中在一個地方 中期是中間的中 它也是個暫時過度 只能100年 所以你同步 你的最終土質廠也要同步一起找 那只是它可以讓你再還100年 因為原本廠續過40、50年就可能用了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這個政策的時間尺度是這麼長 各位我們說現在才100年 人家沒有融合過的 所以目前其中是中期屬能廠 目前在台灣的核廠要政策裡面 已經成為具體的提案 就是現在原能會跟台電 跟民間都會希望說 是不是離開台灣有沒有可能 就是先去規劃一個集中式的中期儲存廠 這樣子 那可是中期儲存廠這件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我們剛剛講 你看高階在選擇的時候 大家都反對了 中期儲存廠大家就不會反對嗎 我想應該還是會反對 但是所以這其實還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定好這個法規 能夠多花一點時間 我們先建議確保全國人的工作 公關公民的公正性 然後不要再另外一張做一些爭議 那有可能這也許是台灣 目前的一個可能需要遇到的 需要提出來的一個提案這樣子 因為我們預期的最終組織廠一定會難纏 那這個是原能會的時程表 這也是比較複雜的 那也是要我們看 然後他就是把核電廚藝跟核廠廠的時程表 一路路排到後面205幾年 那這是一個如果順利的話 就是這樣 但如果不順利 那個箭頭還無限延長 我先跟大家講就是像延長到什麼時候呢 例如說像德國 大家都知道德國在這個 核能的核廢書裡是還算蠻專業的 但是他們也是一直直到2017年才 訂了新的核廠廠廠 現在開始宣址建造 他們預期2090年 他們的高建核廠廠廠才會完工 所以如果當德國都90年 我們205年是不是很樂觀 是吧 那就是影響廚藝的政治現況 就是這些都會影響廚藝 就有一些些關卡要過 例如說早期的時候呢 在這個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還沒有決定到底是演藝跟廚藝的時候 因為法令都規定你一定要先提 所以改建就廚藝跟演藝同時提 就變成一個怪現狀 就是你一下 就是廚藝跟演藝計畫同時進行 但確認在2016年7月的時候 是正式撤回演藝計畫 開始決定要進行廚藝了這樣子 那2016年開始廚藝進入 維建環境審查 再來是2017年 原能會的廚藝審查通過 各個觀察通過 那再接下來就是碰到 甘絲全能廠的爭議 這些都有影響到的廚藝 甘絲全能早點把室內的蓋好的話 他才能夠解決這個 才能夠順利廚藝 那包含廚藝之後 核被讓核是移出 也是一個廚藝是否順利的問題 在後半期廚藝是否順利的問題 因為廚藝25年之後 核被讓核沒有移出 你就不能照法令來講 這個土地就是恢復原狀使用 你就做不到這個法令的要求 所以這算不算廚藝完成 可能在法令上就是有努力了 再來就是廚藝經費是不是夠用 你不會到一半沒錢了 廚藝之後土地要怎麼用 這些都是會影響廚藝的一些 政治因素和現況 需要一個個感激去解決 那所以其實廠區土地 該什麼時候我們不曉得 那目前在這個台電 跟他的環冰計畫裡面 他都有很含糊的提到 在環冰書裡面很含糊的提到說 江朝電力事業用途規劃 興建各類電力設施 但是我們實在不知道 各類電力設施是什麼 是戰勝的源 還是天然氣的火力不曉得 所以我們才說 你不可以包裹在這個 處理網民裡面 你要蓋什麼新的電腦 你都要重新在網民 你不可以在這邊含糊 那所以我們主張處理計畫裡面 不要包含之後的土地利用 之後的土地利用 請台電公司另外再提這個台辦申請 好 那再來就是處理經費夠不夠 剛剛有講 那這個是新聞前陣子的新聞 說處理計畫現在從新路上就翻倍 那翻倍就是 當然就必須要準備更多錢 那目前的核能後端基金是不足之應的 所以有可能未來是要 還是要全民買單 這才是核能要真正的成本 現在大家在台南貸成本便宜的時候 是沒有算到值部分的 包含處理跟核費 未來集結高生能的費用 那目前核能後端基金是已經有缺口 是不太夠的 那所以其實未來是一定會 要全民請負責的 因為大家 因為國營基業的時候 他一定要從國務給他 要不然就是在電費裡面 所以核能後端基金實在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前陣子就有提議 這個政府就有提議說 政府要不要要基金要管制 所以有一些管制的措施 但這管制是還沒有完成 這是管制的方向 所以應該有管制的措施 這這麼重要 他管理我們廚藝跟核費料 後代子孫 人家後代子孫沒有用 我們還得 我們用的電話子孫幫我們這個 趴屁股來出錢嗎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核能後端基金應該要好好地改革 讓這些錢是可以夠用的 那這些是 目前政府有提出一些改革的方向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做到 好 我的報告 這樣 那再接下來我們就請 郭大哥能夠講一下地方的狀況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還有各位內心的做到現在 也謝謝兩位 前面兩位 楊醫師跟素欣 應該講算是 目前 我常在 在政府單位裡面 他們講的 台灣沒有核費的組織專家 我敢這麼說 絕對有原因 那 今天當然是談 最主要的是談廚藝 那 從 開始一路下來 從 楊醫師所談的 合一場現況與法定成績說明 一直到素欣的 廚藝所面對的困難 風險 跟風險的控制 那接下來 這個題目不是我聽的 那我更不專業 那 最後面講的都比較吃虧 所以呢 我後面用的文字非常非常的少 我都用當地 發生過的事情 真實的照片 來跟各位分享 那也是從我大概 小學一年級 大概有七歲的時候 合電廠開始蓋 到現在 有一個 簡單的分享 那到底 我們社會要溝通什麼 我們悲哀到底 除以後要敷衍什麼 那大概要從 以前的照片 才能看得清楚 我們以前長什麼樣 我很不幸 也很有幸 因為命運作弄 然後 我祖基地 祖先一朗是在金山 那我的外婆 住在石馬 後來 我在 萬里 開腳五坑出生 所以金山萬里 石門三個區域 是我小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一個 童年經過的 非常美的地方 趕快 包括回熱場 後來 我在 國中畢業後 我到台北 讀書 就業 我在1989年 我再度回到楊翔 到現在 那 那個過程 讓我感覺 我一直覺得 我生長在一個 非常 骯髒的時代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 因為 我小時候 那我沒 地方的沒 那些 被迫遷移和熱場的 同伴 玩伴 都不見 所以 我接下來 本來這個簡報 我當時在做的時候 何一一路好走 接下來就是一段音樂 就是 卡摩瓜 但是長不到那個片段 所以也不用 好 卡摩瓜有聽過嗎 那 怎麼像 過程 一路好走 那我今天要談這個 其實剛剛兩位都 都講了 其實各位都講到重點 那只是說 我們為什麼溝通到現在 為什麼我們溝通到現在 連一個低階核配料 都沒辦法處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處理後 我們到底要護顏什麼 我先從核一建廠 48年前 從一個煉絲家族 從有到無 從一個核電廠 從無到有的過程 這一段影像紀錄 是煉絲家族的後代 真正是誰不知道 但是我在推估 就是來台第十一世的職所 所拍攝 而且他以他拍攝的角度 他是一個非常 專業 而且應該是受僱電廠 的一個人 電視家族是台灣一個 非常特別的客家族群 那邊有好幾百人 有好幾百人 民國五十九年整地 開始整地 其實我們一般寫 都寫在六十年開始動工 其實是錯的 五十九年前就開始建立 那些居住的居民 那當然這一段 我常常 其實這一段最主要 還是來自於綠谷的生態 那時候說要辦一個 什麼 會合總付北海岸的活動 結果辦到最後 都是我在動 他都沒動 然後我們環團 大概每年都有非常多的環團 到地方走動 也是我在動 他還沒動 但是也非常謝謝他 他激勵了我 這個 這個 其實剛剛介紹了 我們如果以合一場 他的直線距離 距離我們看來是大概二十個五年 那是台灣第一個偉大的合能發電廠 那找個偉大 你可以看看他的過程 這一些 早期其實也有了場子 那個地方可以算是 石門 石門整個區 在新北市九個區域裡面是 你去看整個都市計畫 或是整個平谷裡面是最差 極端不好發展的地區 那核電廠剛好蓋在兩個峽谷 一個叫小村溪谷 一個叫前華溪谷 是最精華之精華的地點 所以裡面早期的前華國產就在這裡 有好幾百人的聚落 那這個聚落裡面 它有大概 是融與複合型的村落 所以是台灣沿海 先民來到台灣幾乎都是過這樣的生活 包括核二廠都是 我現在講到這個裡面就是聯想 核二廠也是一樣 核四廠也差不多 所以台灣 因為這樣的過程 我們到底 我們溝通了什麼 或是修復了什麼 不要說當時 當時根本沒有繁平法 繁平法規 我記得應該是在民國 83年的12月15號 制定立法 83年的12月30號公布 那你看看他們怎麼知道 這個是原本我小時候 他們走路從金山 翻山 越嶺 來到這個地方 經過這邊就到十門洞 十門洞 十門洞 我外婆就住在十門洞 旁 所以這邊常常有很多的玩伴 這個樣貌是怎樣 合一場 合二場多很多 所以我今天 我們 主辦單位之一 那個 背影一直在煩惱說 我用幾張圖片 兩百多張 他說我講不完 其實我可以講得很快 一張一秒馬上講完 這是前華春 前華春 大多是水稻田 這個也是比較特殊的 當時大家好像都很愛國 這邊有國旗 在一個村落裡面掛國旗是很特別的 當時的狀態我不曉得 好 我也不曉得 這是小根溪 這是前華西谷跟小根溪谷 小根溪谷是最主要是入口 那重要設施都放在前華西谷 待會有空拍 當時的空拍 沒有空拍機 一定是有直升機的 民國五十九年 核准施工整地 可以看到 這些都不見了 這些水田都被產平了 這個連灣沿的前華西 整個改成鐵灣曲子 整個村落全部移平 當時有前華國下 前華國下 然後他們前華的鍊是中池 這是中池 這麼大 我們偉大的第一顆核能發電廠 挖在這裡 前華西這樣子的彎度出不出汗 本來是這個 怎樣的彎度 這是前華西 好 跑到十八王宮的旁邊 現在是你們去的 天華西雄 從這邊彎出去的 十八王宮現在在這 陳真 這個跨橋 後來又多了一個跨橋 因為那個跨橋 一做了這個 整個十八王宮就沒落了 就人比較少 所以眼處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設施 這個是合一場的進水場 合一場大概每一天 要吸海水八百多萬噸 每一天 好 前華西整個 溪流的改造工程 都改造這一邊了 原本是完人出汗 這個是小噴溪谷 前華西谷在這 兩邊都是聚落 兩邊都是聚落 暗時沒有環天 來看看他們的工程 整個屋裡就是大海抬下來 那我們要恢復什麼 那到底我們受到什麼的溝通 我們沒有通 一點都沒有通 好 這個是和 廠房基地的施工過程 我這個就放快一點 你可以看到他下蛙的深度 所以整個山那個眼帽 地貌 完全動 怎麼敷衍 要敷衍到什麼 梯田嗎 再來種水稿嗎 還是人有的 茶的產業 在日據時期 當地有一位叫徐里的茶樓 去到日本的柏蘭會 得到首獎 阿里幫紅茶 非常有的 茶的茶路呢 茶路不見 茶的產業不見 要恢復什麼 千瓦斯要恢復蜿蜿蜿的樣子嗎 他破壞的不只是那裡 現在這裡就是我另外一個居住的地方 金山的海邊 大家應該都蠻熟悉 有時候去看那個 比基尼里的行 那邊有個沙豬灣衝浪的陣地 就在沙豬灣 整個沙豬灣 金山美麗的 一個夜彎型的沙灘 完全擾動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邊有一個 這個就是石頭山 前幾年不是有一位 國際大導演馬丁史德西斯 去拍了一部沉默的電影 就在那邊曲景 這個就是法古山 法古山的命名從這一刻來的 這個就是現在沖浪的聖地 全部沙灘完全擾動 裡面還有這一種石磚 那個這一塊 全部都是 這是金山 這也是金山 我們第一顆瓦令爐用 開口笑 直接在金山搶灘 所以金山那邊的 一個縱建碼頭 目前還一直留著 有一個凸體 那凸體幹嘛 不知道 也沒有停船 現在有些人在悶雕 有空再去看 其實看看 回想一下 48年前 對 所以 搶灘 搶灘 搶灘的時候要晚上 我們金山非常有名的地標 住台在這裡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縱建碼頭 目前還留著 蠻值得去看 這是我們金山非常有名的地標跟經典 所以這樣想 整個 包括他在運輸 從金山運輸到 合一師門的合一廠 阿立棒這個地方 他道路 擴灑 然後 整個包含 這個金水廠的工程 他當時的擾動有多大 當時的擾動有多大 所以我們到底要規模到什麼樣子 這個要不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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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金水群道到底多長 非常的長 在地底下 大家看不到 大家看不到 但是呢 待會 我會放一段 這個金水廠偉大的貢獻 這個金水道取道的工程 這個讓我看到 我們 父親 祖祖祖那一輩子 大概有時候會來這邊工作 我爸爸是礦工 小時候在礦坑長大 看到像這種景象 很多 這是淨水廠 這是淨水水道的工程 這都在淡津 我們看到海岸公路 公路下面 這都設施都在公路下面 這都是小坑西谷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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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說實話 這一段我 這一段為什麼我不會去接觸到 然後去反折 其實我第一個反折的概念 不是在於核電 對於核電的了解 或核廢料的燃處置 不是 或是核電的不道德 不道德我們再恐衷一下就是 為什麼不道德 一支藍料棒 我們用了三五年後 我們的子孫要照顧他十萬年 甚至有些要百萬年 你們認為這個是道德嗎 不是 另外一個不道德 這是我最開始反折的原因 我回到1989年 我回到金山 我是獨北樹 我為了創作去尋找去歷改 第一個我調查的一路古道 一路古道就牽扯到 其實一路它不只是你的產業 剛裡面有調查的產業 油黃的產業 白土礦的產業 木油的產業 後來我調查到查的產業 就一路追到核廠 那小時候在這邊長大 都熟了熟了 所以在調查上很方便 但是 在訪談的時候 太多人被迫輕易 輕易一點的 潛移到石門附近 譬如說阿里邦的旁邊 監督裡 或是阿里拉 就是現在的巢裡 然後或是到金山到外 比較不幸的去哪裡 到故事去 你要想想看 在當時的條件 當時的環境 住在三角海岸邊的人 他帶著一家老小 去到三重 石牌 台中 桃園 高雄 台南 那一種寧靜 那一種 那一種政府給他的多少 我這樣講 我後來 訪台這位戀世家族 第八代 千里至金山 被迫千里至金山的旗藥 當然是姓戀 那那個家族都是姓戀 戀武功的戀 87歲 我訪台他的時候 現在 已經那個 他在卡諾他一個家族 六間房子 好幾家的土地 三十六個人 三十幾個人 你知道當時政府 補償他們多少 三十六萬塊 全部到金山 買一個 早期的房子 大家只在一堆 大家只在一堆 他們好幾個兄弟 一起住 所以在訪台這一段的時候 這個是請他抽煙 因為有時候 這些人 經歷過那個年代 有些事他不敢講 他也不會講 那你必須要跟他聊 聊到旁邊這裡 因為有一位可以突破到 為什麼 因為 我為什麼會反彈的原因 就是這個衝擊給我太大 我剛好反彈 反彈到很多地方是彈不下去 沒辦法彈 為什麼 那很痛 你想想他一個人 他被迫千里 他心愛的家鄉 他習慣的土地 他的環境 甚至他的玩伴 他的同學 他的老師 那個心境會怎麼樣 所以很多媒體亂寫 他就寫什麼 什麼藍綠啊什麼 有時候我真的 我看不下去 我真的看不下去 然後包括現在 很多這種什麼 以和洋綠啊什麼 說實話 我反而 也因為這樣 我脾氣有點不好 然後被告 包括什麼黃世修 還有什麼 藝人候選人 我被告過三十 當他們在談論這個過程 談論那個過程 因為當時我們說實在 小孩子我們看不到長輩的心態 其實當時長輩不講話 但是小孩子很敏感 知道有事 但是又不能講 他就要離開 他就是要離開 這個是在前幾年 因為單式儲存廠 被破千里的 我剛剛說的那個是 在蓋電廠的時候被破千里 這是在前幾年 因為要蓋單儲 被破千里的最後一家 邱家 這個是我帶台式 台灣演藝 台灣演藝的電視節目 去採訪 那當時採訪的一位 前不久博士的潘德老前輩 就是發現 激情雨 我們都稱為避雕雨的 范正堂老先生 當時他行動也不方便 也有點像避雕了 他堅持要帶我們進去 帶我們進去 這個是 這是他們 他們以前是 從 電廠的大門口到家裡 大概兩三分鐘就到了 後來因為電廠 他們必須繞道 而且有兩個人的管制 都要一二十分鐘 一二十分鐘 然後 進去之後 這位是潘正堂老前輩 前不久 我們團團滿多人出席 他們攻擊樂隊 這些記者在訪談 訪問的時候 說實在 那個 心情也都不好 那我們沿著篩路 沿著 合一場的圍牆 繞進去 這個就是潛華溪 上游的潛華溪 非常的美 環境還很好 最後這一戶 現在去已經變平地了 巴黎邦第十五號 在大阿姨案 他們咧 我們去的時候 他的兒子捧到我 他有點抱怨 那你們怎麼現在才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沒有人替他 替他 替他出頭 替他 去挽回 被牽引 他第一句話講 你怎麼現在才來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他已經 整個中間 就是他們外面的那個場 全部堆放的東西 準備搬送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 這個記者 在採訪的過程採訪老師 那他們準備搬送的家當 之後後來我帶那個 蔡宇生導演在進去的時候 這邊已經全部停了 全部都停了 為什麼 他們跟核電廠 唯有那麼多年 還想住在那裡 而且不斷的去爭取 不斷的去爭取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的家 這是他的家 這是他們 有感情的地方 這一位 年紀跟我相反 這個球星現在搬到金山國中旁邊 就是他指著我說 你的區域怎麼現在才來 這一些都是非常不耐的過程 好我們從另外一頭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 剛剛蘇星還有 兩人說的乾廚 那時候才做這樣的 乾廚藩 乾廚藩在這個山坡 前華溪 在這裡 他 我家前面有小河 小河 他後面有山坡 那山坡 上面鐵塔座 憤恨洪四國 有鐵粉管制 都有警察 好 好很快的 把這個 合育場的 進水場的 奉獻 給分享給各位 2002年的樣子 7月份 他很像一個港的設施 但基本不是 這主要是 要吸引海水 大概800多萬噸每一天 來供應給兩座反應爐 跟冷卻那些用國的燃耗 要發的溫度 那所以 幾乎 幾乎 世界各地的核電廠 都是要靠水 湖 或是海 所以 有時候常常問你 你 核電廠靠海 你靠什麼 你說靠北 因為 這有部分的雨都被核一場 那個核電廠的進水場吸進去 全世界都不一樣 全世界都不一樣 來 那怎麼吸 我們來看看 那他們怎麼處理 因為 我們核電廠 大概台灣的核電廠 都有兩個水渣來 就是兩個吸水的系統 然後所以 有用鐵網 他擔心髒東西進去 被迫停機 國外 因為有一些 廢機物 甚至像 水母 被迫停機的電廠 經文 都有 到處都是 那 所以他們都要把 鐵杓磷 抽取 把這樣的東西倒掉 然後再放進去 過濾 這個是 他的每天的工作 然後呢 因為有些 這個 都會有雨跑進去 那雨多到怎麼樣 又不能拿出來看 那地方海邊 誰在賣魚 誰在賭魚 誰一清二楚 生的面孔 你雨哪裡來 你問 問不出來 有慘 他們因為雨太多 所以就請親朋好友 帶小孩進來 用轎車載我家吃 這個 這個是影片 我把它截圖 那因為影片是我們老公 我們會長 會長在拍的話 都拍到地獄 沒錯 就是對眼睛不大好 我考慮大家眼睛所有機會 他拍得不好 就一直抖 好像很奇怪 他拍的東西就一直抖 因為畫面很不好 這個是截圖 希望以後有機會放影片給你們看 從頭到尾 這個後來是去偷拍 那偷拍之後咧 結果他們有一個設施 就馬上找出來 就圍牆長大了 就拍不到 他們用三頓盤的車 不同的車子 好幾台 我們有在這裡 那 我剛剛說的 他不敢載出來賣 怕人家吃蛋 他載去哪裡 我們就會 我們會假如就一路跟拍 拍得非常多 我說實話 真的 然後不同車 剛剛看我們看到已經 好幾台不同車了對不對 這一台跟剛剛一台不一樣 然後一路跟著 跟著經的石門 過了公所 上山 這個就接入裡 到山上 然後看到 一片非常 綠油油 脆綠的 一個草原 那為什麼會那麼 綠油油 因為那肥料非常多 整片 然後咧 它的草原還有 還有痕跡 非常有規律的 一道一道的 痕跡是什麼 好繼續看下去 在哪個都是什麼 雨 都是雨 還有其他的少數 那這個季節 大概七月份看起來那一些都是四半 八萬人家的月 說這個你們聽我 月 就是出家語 清零語 清零語就是沙丁語 清零語 他們挖好鉤 注意看 整個刀下去 一個鋪帶一個鋪帶的刀 這是活的 在金水場 你可以看到是活的 在金水場 剛拉起來是活的 這一些 不是下雨的水 這是雨的血水 雪 影片這個是紅的 這個 然後這個 好多挖也蠻深的 然後就是這樣 那到完之後怎麼辦呢 會蓋起來 那蓋起來才會長成這樣 然後 再換一條 繼續蓋 繼續挖 這樣懂了 為什麼會立悠悠的 我知道 這些魚 我們會長還會爭論個牌 他還是到大小 從小牌到大 然後後來 他就是 就去找當時的立委 周會町 跟美一起來 就進到金水場 然後這個都是魚 然後後來就做實驗 他每五分鐘 吊起來 兩樓 每五分鐘 兩樓 總共四十公斤 平均 五分鐘四十公斤的火的海傘 然後也發現了 他們用這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 長久泡到海水的設施 那些水到雜 都會被海裡面有附著性的生物 最多就是藤吾 附著 那藤吾與附著 他就會釋放酸性物質 他就會去破壞它的設施 所以就到這個什麼 後來我把它換給大家看 叫次氯酸 那 次氯酸那 所以有空 大家去那個 這個合一場合二場出水口 不要進水口 出水口 出水口不是有溫度嗎 然後可以蒸眼 有個味道 綠的味道 也可以聞聞看 對身體 應該無害 不然會不會太過 都是魚 都是魚 所以我們當時很多移民 就在調侃說 以後不用出海補魚 哼 去合一場合場進合場 去拿魚就好 好 最後這一段 更快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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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米山國家公園生態調查部 這一個調查部出生的那 那 誕生的那一年是否出生的那一年 但是很有那個因緣啊 這一本調查部是朋友在新店檢大 一個台大研究生 連他的成績單名字都在裡面 他做得非常仔細手寫的 連貼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一本 我們都知道在日據時期 當時 安倍山國家公園的前身叫 叫 國立 大福國立公園 對不對 但是那時候的面積非常大 要搭到哪裡 搭到整個黑暗的 潮間帶 那因為我後來我們政策轉 一轉彎 在核英軍將軍的時候 全部縮緩 退縮工業 為什麼 要換兩座 我可以講 我們的十大建設 我們的核電廠都很特別 包括核山廠都是 回家看看地圖 核山廠是從國家公園 挖一份道 這個是國家公園 世界上沒有人這樣 那剛好這個是民國五十二年 我是民國五十二年 八月二三出生 這個就是民國五十二年 由交通 不觀光失業小組 委託出來 那這個 委託案 做的就是這一群 研究生 那照片非常小 那有些是用連接的 也拍用連接的 那資料非常恐怖 所以我有時候 在看這一些資料 包括這一些核電的問題 我常常在想 那些永和者 或者那些記者 能夠寫出那種鬼東西 我一直想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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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一直想不透 好 那 這一等 這是他內頁裡面 的資料 字寫得滿漂亮的 都是北韓 超簡單 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殺眼 這是 家裡也有地質公園 那種三層地形的 地質 殺眼 非常 非常 這個是什麼眼 來酷刑一下 你不要跟我講 瘋窩性組織人 不是 這個隨便的一個潮池 潮汗 潮汗的潮池 這麼多天然的 鼓勵 這麼多天然 這其實是小時候 我在 不管是在 石門 在萬里也有 所接觸到的 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玩到 小時候的環境 海膽 海膽 太多太多東西 不管它的種類 數量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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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完全去觀對 火電廠 零部分是整個 世界大環境 有問題 污染的問題 但是 每每想出 看到這一些東西 或像我 我常常還是在 在阿殿前 什麼 都會去注意 這一些東西 它的改變是什麼 這一種是地方 是騎老價格 喔 這個已經 變得 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海產在北阿岸 其實是不 對 對 我說有每一半 糟糕 在台灣比較上 為什麼 因為北阿岸 我們都知道 太多的夾腳跟彎 還有 因為它 零近還有很多 像北方山島 洪家雨花令雨 棉花雨 包括像釣魚棠 等等的 然後包括 楊柳 從北下來的青草 南上去的黑草 大陸的沿岸柳 為什麼 黑阿里有這麼多 好的漁場 那就是天然 的關係 所以 在早期 我們看到它 調查的一些漁捕 到現在 慢慢逐漸消失 為什麼 呃 台灣各處 草魚的排名 大陸都是用 台語 數字 押韻 大概頂多 各地排的三樣 五樣 我剛剛也看統操筆 排到十等的草魚 我兩天都給大家聽 說一末二紅三三千四月 到五百六十月 七十八月頭 十五月 十十月 有草魚 有草魚 但是這一些疑惑呢 現在 呃 整個 樣態 是在 五五以前 我們看到像 這一些 老照片 除了在尤其 草間大概非常少 我在金山收集 老照片應該 北安最多的 我大概有一千多張 那因為 以前不是校長 有一台相機 不然就是也有 公園有人幫 遊客拍照片 大概有四台相機 能找我都去找 所以有這一份說出來非常難得 不好意思 我每次講到這些都蠻氣氛的 所以剛剛說的那些十等好魚 其實在餐廳上 你們常常點到 差不多高級的魚 這些大概很多 你們剛剛講的那個十等好魚 應該你們都試過 好 現在你們很難去砍電 看到這麼完整的山路 很難 不是喔 這個不是在砍底喔 是沖山岸的 那有段時間他可能 有些壞掉或什麼 沖山岸 很難 現在你們看 大家看的就一部分的屍體 好 尤其像這麼精緻的細木賊山谷 那就更難 你現在看到可能有些引力沙 想到變成一顆沙而已 這是積極線 有沒有看到它是撞在眼盤裡面 因為 在我們那個年代 可能不是小孩收集郵票 我們收集積極線 那積極線 而且有個好處 包括收集貝殼 它可以當兵用錢 它可以當兵用錢 假日的時候 端在 馬路邊 遊客的地方 都可以販售 但是我們會把最好的 留下來 但是你說 現在到海邊 看到這麼多類型的 多種類的貝殼 這麼大顆 應該也沒看過來 有沒有 大概很難得找到 那種遺史這麼大的流 我以前就去台東 它的機器線還不錯 因為海外有瓜尿 全部都是瓜尿殼 沒有找到一顆 其他的殼 對不對 那種太大顆 好 好特別 蓋子 好這些貝殼 那我們收集 大概都是收集這一種最完成的 好就是八半貝殼 所以剛剛說的這一套 其實 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要恢復什麼 那我們又被溝通了什麼 那這一份其實是之前 在行政院國家運動區發展委員會裡面的 會友家運動員小組中 那我當時其實也是請我們杜文倫教授 幫忙做這一份 那後來因為杜文倫教授在國外 那剛好又碰上黃東毅教授 還有 附凱洛教授 他們在做這一套東西 那這一套東西其實不是真的 他替國家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說談到溝通 到底政府跟我們溝通什麼 用錢嗎 提錢來價 說實話 我們台灣溝通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為什麼一個低階 最終選址 偷偷到現在 沒有結果 這種專業官僚的傲慢 對地方的不尊重 然後應用一些非常 可能一些下山人的手段 收買 有聽過吧 選舉 旅展一個50萬 或是一步投台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台灣台隊的溝通文化 我為什麼說這個很重要 其實剛剛 書記也好 表演也好 他提到 我們現在大多都看到什麼 走到比較前面的 那不一定是最好的 瑞典跟芬蘭 瑞典跟芬蘭 當時來到台灣 他們的計畫主持人 然後 我問他一些問題 那個如果是在台灣呢 他不只能推大你自然會 我記得有一位姓梁的什麼 院長還是董事長 我沒有講他的名字 他叫什麼 梁啟 緣 我不認識他 我問他問題 他從頭七到尾 就用一種 在路邊有沒有 社會上那種俗辣 或者勇猛 這樣一直看我 從頭七到尾 但是 漫然瑞典的專家 我問他問題 他不會無厭其餐 我問他說 他現在都好了 永遠沒有人 我們每次連 都還在做前逃 我問他說 同志咧 然後蘇星說 哪一種最好 他說 黃金最好 那太貴了 但是他講實話 他不是跟我開玩笑 我說再來呢 他說同核心 因為他有什麼 因為他怕譬如說 斷層錯告 這必有 他講的是實話 他沒有補耐牌 他說 核工不是很厲害嗎 我就要問他 然後他說 以前太過熱觀了 太過熱觀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在核人 電廠開始做之前 都認為 我們未來的科技 可以處理核分 騙人 我講一個我們鄉下人 那種移民 完全沒有讀數 一句怨言 他們怎麼講 他們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答應人家 你就要做得到 他說 跟他們 可以他們山頂地 不可以他們海底 聽好意思嗎 就是說你可以答應人家 那你過年過節也要殺豬公 那我可以幫你養豬公 但是你不能答應說 我今天要出去幫你抓到什麼魚 這樣就知道了 這麼簡單的道理 這些科學家們 讀這麼多書 他頭腦是裝什麼 搞不好 以後我們的後代 因為核廢後 會把我們拿起來去考古 到底那頭腦是第三 他是會要算什麼 還是如果有煩點 還是什麼 為什麼去用核電 你聽到嗎 好 那這一段事實上幾張 那 真是非常感謝這幾位教授 我覺得以後 我們政大公刑系 一定會發揚光大 因為台灣就需要溝通的人才 跟溝通的方法 跟審議士民主怎麼去執行 這一套其實就是他們的專業 所以我也不用講 那我們就到這邊就好 謝謝 這個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 所以呢 現在在活動結束之前 還有數分鐘 大家要把握機會 剛才大家聽了很多 有什麼問題 想要 現在提出來 跟影響者討論的 剛剛講很多 跟法律有關的 跟工程跟規劃跟政策 跟規劃跟規劃有關的 然後還講很多過去的歷史 所以 所以是不是講太多大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 先隨便問一個都可以 有嗎 有誰 有什麼 或者有什麼 不同意的 要回應的 關於 剛剛講的 小少爺 都沒有耶 看起來 所以 你要把剛剛那一張 最後一張講嗎 他們都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先更正一下資訊 我剛剛講那個 合肥統突然為了場錯 就是合一場應該 原本不是十萬 是合一二三 加起來十萬 合一場可能四萬多 我更正一下數據 就是信仰 我看 不要講那一段 我們就隨便聊 事實上 因為 我很想當社會 大眾 或是我們台灣 所有的人 能夠知道 一些事情 反而運動當然 有時候 我們在 藍語這個部分 說實話 對他們非常不公平 因為藍語的朋友 完全沒有用到 一點點合肥 但是他替台灣人 承擔了大概十萬種 低階的合肥料 那當然 那低階的合肥料 是從金山運過去的 好 在合產 應該算萬年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 那 我講這個意思 是這樣 但是 就是說我們 常常在反而運動裡面 常常看到 談論 一階合肥 那高階合肥 大家聽了那麼久 只是知道 剛剛蘇星講的說 他 到 環境 就是環境悲景 我們叫無獨 化這樣 要三百年 高階合肥也要十萬年 那你知道 一宿 一宿合肥 剛剛 雅雲有講的 合一場用 要計畫用五十六宿 對不對 合一場要計畫用八十七宿 對 那你知道一宿裡面有幾隻 幾隻燃料板 幾隻 將近百 那你知道一隻 就比過十萬桶的低階合肥料 的不幸 都簡單這樣來講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高階 包括蘇星所講的 法律不足 甚至 低階合肥 連有的這個閒置辦法 都要被檢討 其實國外現在有所謂的 合肥組織的專制機構 成立的專制機構 去修改他的管制法 還有裡面有管理法 那高階必須自兵出來 甚至剛剛蘇星有提到 在高階那麼困難 是不是要有一個 中企及中施儲存廠 就是說暫存 在地面上 我們不要儲置 好儲置就是把 跟人生物圈隔離叫儲置 我們先處理 把合一二三廠包括蘭� 包括龍潭和聯所的 所有台灣 包括研究的 醫療的 軍用的 所有的合肺 先集中再給處理 那這個是一個國外的做法 但是呢 講那麼多 我們合肺重要的那個三個法 完全沒有指定出來 管理 管制 還有機構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的角度要走 結果現在還有一群 還有一群的一種 從以前到現在 那些有何方的人 現在還在搞這個 工頭 我們台灣已經走得夠慢 德國走到現在 事實上 我看科恩博士來問他 你們之前走了多久 二十五年 才走到今天 跟我現在的樣子 我們路還有非常非常的長 我知道當然大家都非常關心 電 夠夠用 事實上 剛剛 楊醫師講的 電 絕對夠用 那個都是一種政治操作 一種政治操作 我相信 如果 在馬英九那個時期 或是之前 我們不要去打壓力的人 台灣不是現在的一個方法 因為雅零是不是要補充 我想要補充 我想算今天的主題是 那個核一的廚藝 可是其實大家今天聽完 應該知道 一個核電廠的廚藝 它是很辛苦的 就是你為了要復原 不管是 拆除過程所面對的 輻射外線風險 或是說 將來你要找 那個最終組織廠池 那個選址的一個艱困 其實核電廠要處理 是很困難的 那因為台灣市上 本來是有四座核電廠 唯一一個還沒有被污染 處理沒有那麼困難的是 核四廠 我還是認為不管核四廠 會不會發生核雜 我個人是認為 它可能沒有能力啟動 但是它如果你啟動的話 我覺得它將來出事的 機率應該是非常高的 因為我常期在觀察 那些人的會的報告 警察院的資料 我自己對它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但是我只好講說 就算不會發生核災好了 你光是看核一處理的那種 就是說要一個核電廠被污染過 要處理的那種階級 我就覺得核四是不應該去 就是說不應該去把它啟用的 而且有一次就是說那個 楊木火大 就是那種記者會的時候 他那時候在講說 他對核四 因為他是核四那邊的距離 他就說他對未來的願景 是希望核四廠的處理 他希望是整個廠東拆掉 然後把他原本的海灘 原本的環境回復過來 那剛剛郭大哥也給大家看了非常多的報告 我們可以想像 以前核一廠的附近是很美的 那是有人住在那邊 有人被破監獄 曾經有小學在那裡 很多小孩子 他永遠不可能回到他以前念書的學校 因為那天就是完全摧毀了 而且被污染過的土地 你要回復到 就是幾乎不太可能 雖然我常不可能 郭大哥會很傷心 我還是小時候也許有機會 可是是很困難的 那核市場我覺得是比較有希望的 因為他還沒有被毀壞掉 我覺得他還是有機會回復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反對 所謂的以核養綠公投 因為他第一 我覺得他的名字就名不符似 裡面根本沒有提到綠能 除非一直把核能叫做綠能 可是你如果把核能叫做綠能 你就直接說以核養核 或是我支持核廢又或是怎樣 而且他的條文是說 就是他要廢除的是 核電廠在114年就2025年前全部停止運轉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荒謬的 因為核三廠的一號機是114年就2025年的5月到期 難道我們能夠接受這些老舊的核電廠繼續在運作嗎 他們有些人還沒有接鄰 就已經一直出事情 大家都記得 一號機都算他已經停機非常久 核二廠的一號機 他曾經就是毛病博士班鍛煉如心側白持續成長的列文 而且持續成長的列文 政府台電就有知道 因為我們跟他有訴訟 他現在的做法是說他只要監看他 他沒有要修理也沒有要更換 然後我是其實是覺得完全無法想像跟接受 而且我們在訴訟過程才知道 他有那個燃料夾彎曲跟控制棒長大 每次大修的時候都會遇到 就是停機的時候常遇到控制棒插入困難 就有點卡棒的狀態 這是我覺得非常不可思 或是他的二號機也曾經因為設備老舊發生爆炸 這些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老舊的電廠 說時間到了執照到期還不處理 還想要用超過2025年 這是完全無法接受 就是舊的電廠要用到超過2025年 我覺得無法接受 那新的電廠和市場 你本來有機會復燃 你卻不復燃 我覺得也是非常可惜的 其實我想問的是 現在很多公投什麼都是18歲 然後其實像核電這種議題是可能幾十年幾百年 然後我覺得就是像我們可能年紀比較小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從小就開始接觸核電的這個議題 因為它可能甚至不是在我們這個時代 就是縱使我們差了三、四十歲 可能未來才會碰到這個議題 那我的問題是 如果我們現在應該要怎麼去做 對下一代更多的核電的認知跟教育 其實我真的覺得 所有的能源選擇它影響的都不只我們這一代 這位朋友還講的 其實是會影響到下一代 甚至還沒有機會去透過投票 表示任何意見的人 他都會被影響到 但我自己覺得 我很期待台灣的未來不用只討論 要怎麼去處理核電或是面對核電 我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繼續再討論 核市場還要不要改 因為它根本就是一個前科 我覺得它是一個超級提款機 我希望我們台灣的未來 就是核電的部分 就是好好的把廚藝的工作做好 盡量做的安全 盡量減少對後代子孫的傷害 可是我們希望未來的台灣 能源應該朝向一些比較永續的發展 那些很多比較支持核電的人 都會跟我們說 綠能是怎麼講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瞧不起綠能 他們的文章裡面都只說 綠能是不成熟的能源 要用成熟的能源來講 不成熟的能源 可是其實大家如果了解歷史 台灣早期沒有核電的時代用的是什麼 用的就是再生能源 最早日本時代就開始用水利發電 台灣是先有綠能才有核能 這個歷史的脈絡一定要搞清楚 本來最早就是用再生能源的 整個運營的比核能還要長發展 那台灣真的沒有支援嗎 其實我完全不認為台灣沒有支援 台灣過去海洋大學就有研究 台灣那個利樂的潛能 相當於65座核四堂 我不是說一定要開發 可是我說我們並不是沒有支援 過去菲律賓跟台灣一樣 菲律賓他們以前有一個核電廠 叫阿丹核電廠 他也是靠跟我們的台灣核電廠一樣 也是有一些些火靠近火山的安全上 就老百姓不相信他的安全 那他幾乎都要完工了 可是因為民眾反對 後來政府就放棄了 就說那就不要 他要蓋好就不要 就轉行程博物館 菲律賓他在放棄核電廠之後 他們很積極的發展再生 我們查資料他們 2016還是2017 2017年的資料 他們的再生能源大概占24% 然後其中第六就占百分 對第六占百分 有一點忘記具體的數據 就是第六大概占其中一半 大概占了一半 來自十幾 而且菲律賓是全熟了 第六發展的第二大波 那我可以看到 我們很多人都會以為 菲律賓比我們不進步 可是就能源的發展 我覺得它比我們有未來 你使用第六它不受日夜 像太陽可能會有日夜的影響 它不受日夜的影響 然後風門可能比較有一些氣候的影響 它也不受氣候 它就在地底下一直在那裡 這次如果是第六 就我之前聽到說 有的它還可以跟溫泉搭配 也就是說發完電以後它可能 台灣其實很多地方 像金山就是泡湯的森林 現在很多地方可以泡湯 我們在第六發達的地方 你沒有去使用那個資源 跑去蓋核電廠 那不是很荒謬 然後坐在黃金上的乞蓋裡 用很好的資源 你沒有用 去用這麼高的風險 所以我很期待 台灣未來的人員走向 不要再去糾結在 我們要不要繼續使用核電 而應該開始往一些更好的方向去發展 不要說你不要生汗 我們就一定要接受核電 核四根四號我們只能選藥 為什麼 我為什麼一定要選擇吃大便還是喝鳥 我懶得都不想要 我就想要喝乾淨的水 你一定要給我們這種選擇的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這個體育很熟悉 有其他的問題嗎 在大家的假設還在想 讓你 我跟你講也是自首回答 都是我最想說 你通過說故事的方法 聽起來還是 如果說故事的方法會比較動很大 因為這些古事在傳播上面 可能無法讓所有台灣人知道一些 一些核一廠的原子啊 那個前華 所以我會比較refer這樣 那我就是剛剛看那些 那氧氣水啊 在看 就想到以前上修古生物的時候 可能是胖一刀頭 你看後面那些死屬的生物 但是怎麼說 就是 就是捏在生命 就是這樣 捏在魚啦 雖然我自己也有吃肉 但是我還 就是 不好意思 要一點點解吧 就是 其實如果要做肺定教育的話 還是要把自己的生育 把它當成生育教育來做 這樣的話 才會動人 不然就是 今天聽了很多法 所以 這樣其實 因為自己有參加大對戰的步驟啊 才知道雅蘭的律師 他 阿公嘛 是 通常演唱的職員嘛 其實這種東西在說 在知道 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要 為我們的環境 為我們的生態做調教 這才是對 讓人家有共鳴的地方 謝謝 謝謝 假設目前還沒有其他人要問問題的話 我想先問一件事 看三位誰 願意回答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明確的事情 在這裡就是合一 要 完成主意 那剛剛講了非常多 不管是 它程序走到哪裡 那 法令上的規範是什麼 所以 要 假設有一個我們期待最好的結局 要走向那個結局 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那 以及我們預期中最糟的狀況是什麼 這實在有問題 我們預期中最糟的發展會是什麼結果 誰願意 我講的不一定是對 那我就 他可以自己 還是 剛剛主持人 問這兩個問題 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重點 你剛剛蘇星 講了多少 有提到 就最糟的狀況 然後 未來的結果 現在居民為什麼 現在 新北市政府為什麼 用水土保持去擋 核一干除 用污水淨流去擋核二干除 那其實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原因 那你告訴我 這些核廢 你要先去哪裡 什麼時候簽出 這個是對最底線的 事實上 地方政府用它本身的 行政的手段 或是 首長的行政裁量權 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值得鼓勵啊 所以 國民黨還有一些 頭腦比較好 好一點的人 就是他們 堅決反對 那原因其實 在於民間 所以地方民間的想法是什麼 說實話 我們的環評 環評 其實 尤其跟核電 核廢 輻射 有關的環評 其實都不是環保署的責任 大家相信 只要碰到這一些 環保署 環保 跟它沒有關係 一定跟原人混 那所以咧 我們台灣欠缺的地方溝通 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想想看 地方 像我 嚴強 看到一些資料 來瞭解 地方那些居民 是不是要透過教育 或是 你提供一個方向 一個導向 讓他瞭解 廚藥跟他的關係 廚藥環評 跟他 有哪些利害關係 他才會去了解 才會去投入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你想想看 鄉下人有辦法這樣嗎 你沒有透過教育 你要讓他自己來了解 無可憐的關係 所以 地方會有聲音出來 一定是講什麼 你何必 什麼時候出去 要去哪裡 那問題 我們連法規 還有 氣候都沒有 那再來 我講就是說 結果 我們那個期盼的結果是什麼 期盼的結果就是 你如何 在 在 四五十年 從 我說的是從建廠開始 到現在 地方 因為有核電廠 然後他 可能整個發展的受限 生態環境的破壞 甚至人文歷史 包括我講的 像茶的產業 茶都獨到 的消失 海洋生態的破壞 那你如何去修復 去複製 其實 不要一直把地方想成說 死要錢 就是最近罵藍女的朋友 要回歸境 我告訴各位 各位去參照美國 英國 或其他國家 處理的狀況 他們有一套機制 回歸境結構在這裡面 因為他要補助 他們的損害 要補足他們的損害 所以裡面 為什麼賴清德在前不久提出一個叫北海安再生計畫 他再生是什麼 是因為他的家鄉嗎 不是 是因為他的家鄉有兩座河面場叫廚藝 這是國外的做法 通常的做法 我們不覺得我們會對藍女的朋友嗎 我們一直這樣覺得 除了有一部分 合配料是從金燦出去以外 萬里師們這邊出去以外 除了這個因素以外 我們 你知道我們跟藍女朋友破冰在什麼時候嗎 在韋傑在立銅安排一下 當一個朋友來到金燦 這樣破冰的 你知道他以前都恨我嗎 因為那些合配料從哪裡載出去 在合二廠的重建碼頭 也就是靈光碼頭在 1983 1982還有多少年 第一次一萬零 一萬零八桶從明光碼頭載過去哪裡 然後 他就固定行次 一行次 一百零八桶 兩百零八桶 載到最後十萬桶左右 所以他對我們是不良情的 但是 這些事情不是我們造成的 絕對不是我們要的 我想講 我對廚藝擔心的事情 也許不是最糟 因為最糟的狀況 也許是超過我想像的 當然 我非常希望他一切都順利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到底最終場子能不能找到 如果最終場子超過 因為台電的那個態度就是說 我設計可以用四十年 我反正福德法定的要求 我就是用四十年 然後到時候 反正四十年後 最終場子就會出去 而且他說 我那個設計 事實上是可以用到五十年 可是其實我是很擔心的 因為就像 和二廠的毛定樓酸不到四十年 他設計也是要用四十年 不到四十年 樓酸就斷掉了 然後落出的樓酸都會斷掉你 然後我相信他 真的就不天同一定會沒有 所以 我其實是會有些擔憂 所以我很期待台電 他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要去把 萬一沒有找到的一切都要設想好 什麼叫做萬一沒有辦法找到的一切 就包含說 像以前的會長就很喜歡講說 你一次設計那麼大一桶 那萬一他有一些問題 破掉樓 我們不可能的小桶換大桶 像俄羅斯娃娃 兩院以前蘭嶼的那個低階核廢 他就曾經 大家應該有印象 說新聞報了很大 桶子都已經破掉粉末化了 然後那個輻射顯然絕對是外線 都已經儲存的狀況一大無路 然後當時他是重新換桶 那因為他是低階核廢料 事實上他的輻射還比較小 那我其實是很擔心說 你一開始就設計那麼大的一個樓 兩院其實國外也有相對比較小心 可能尤其是我們存放的地點 就是人工很密集 如果你設計稍微小一點 萬一有什麼瑕疵 真的沒辦法補救的時候 你還可以裝到大量的桶子 就是有一些可以補救的措施 或者是說你一下設計那麼大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將來要運出去的時候 他對道路的要求是很高的 你要運送這麼沉重 幾百 一百多 一連兩百噸的那麼重的東西 那如果橋樑沒辦法承受 事實上是會垮的 我們那時候也有去參觀那個核一場 他去示範出他的那個運送 就那種84輪的 然後84輪的超級大塔車 然後他們的示範我覺得有點好笑 就是他就緩緩的在我們面前 稍微移動了一小段路 然後我想說這麼大 然後這麼笨重 移動那麼緩慢的時候 真的開了出那個核一場 其實我是很擔心的 然後或者是他針對桶子 萬一不幸落海的一個設計 因為他也有可能 將來是走中間碼頭去海域 有這種可能性 有這種可能性 有這種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那他說他的桶子的設計 依照美國的規範 可以載那個200公尺的水深一小時 可是我的問題是 美國他們附近的 就他們邊緣的海 是比較淺水深200公尺 你說台灣是嗎 台灣東華大水深出去 就1000多公尺 你參考美國的 小時候我們有日程比較特中求見 就是你參考 跟我們海岸環境完成不一樣的國家 來去做相關的實驗 那是不是真的 美國的 依照美國的環境設計 只要耐水深200公尺 是不是在台灣就真的安全 其實這些 我覺得台電都沒有好好的面對 那我其實是覺得 對這個也比較擔心 但是雖然擔心歸擔心 我還是希望真的一切順利 40年後他真的就找 就是說他真的能夠 一切都很順利 不要發生任何事情 謝謝 所以覺得 所以可能最糟的情況 就是輸不了力 差一想的時候 最糟的情況 不過他一定會停機 一定會停機 OK 是不是要有提供嗎 所以是最擔心 對困難的人覺得最擔心 擔心的 擔心的 還有我覺得 最順利狀況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阻礙最好情況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阻礙最好情況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嗯 我其實覺得 我覺得現在目前最大的困難是 大家還是對於核電的品質 並沒有很多的認識 這我不知道是教育的問題 還是我們現在資訊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什麼是核電 而且廚藝會碰到什麼 核廢會碰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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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廢會碰到什麼困難 我覺得這個社會有很多 就是你時日海島 不清楚不不了解的問題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能夠像北歐一樣 之前我們在看北歐處理核廢 或者他們的一些在拍那個紀錄片裡面 他們的官員跟科學家 為什麼可以選擇 而且當地區沒有這麼反對 因為他可以願意很誠實的告訴你說 對核廢廊很危險 那個時候當北歐他們也可以選擇 要用再處理 或是直接掩埋的時候 他們不要選擇再處理 因為再處理是一個不成熟的技術 就像我剛剛講 他提供出些東西來 但是還是有大部分的配料 所以他就直接說 北歐說我就不要再處理 我就直接掩埋了 我不要想要再去利用它 我不要再去想這有的沒的 然後他們的科學家 也承認這幾百年之內 就是沒有合不了解的辦法 所以我們還是乖乖的 找一個延程 500公司 要把它掩埋起來 就是遠離人類生活圈 然後他們是很認真的 用各個社會學科 人類學科 法律學科 是非常大的一個專家團隊 來解決合不了問題 所以他們了解合不了問題 是時候 願意花足夠的人力 跟社會上所有的知識分 人精一起來討論這問題 為什麼我說它跟社會學 心理學 人類考古學不關 因為當你要把這個場子 保持十萬年 甚至保持三百年的時候 你要想想 三百年以前是什麼社會 三百年以前應該還是很封建的社會 或者是有沒有清早 清早吧 就是說你的語言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技術也有差別 文字甚至也不太一樣 制度也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當你這個政策 這個設施 這個公共建設要遭到三百年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需要你整個社會的智慧 一起去想要怎麼做 因為有可能你的法令 你的對法全書都不通了 甚至你都換一個政權 哪個政權可以持續三百年 過去的朝代也很少 那更不要講十萬年 那一定是屬於考古城市 你就要想像的是 跟埃及智慧塔一樣 埃及智慧塔五千年前 你現在要放這十萬年後 所以你其實要具備各種的選科 你才能好好處理這個公共建設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合工專業 我就希望大家能夠 真的放下專業的傲慢 大家集台灣社會的力量 跟這個科技去討論 到底處理跟何必要怎麼處理 而且正確的把這個支持告訴大家 當民眾就像我剛剛講 當民眾 你剛剛講百分之兩百年前 大家反而越懷疑 你就覺得你到底要被隱瞞還是什麼 那你明確的告訴大家 代價是什麼 我們要付出什麼 我們要面對什麼 我們大家既然存在使用 我們一起來 面對跟處理這件事 不要這個限制 你推我推的 之後放在一個 無力拒絕的小島上 他不是心甘情願 理論上應該是 你要在今天我們有某個縣市 理解的這個問題 要心甘情願放在你 你不需要做到這樣 才是一個承受的公平社會 在面對處理一個核廢問題 我很擔心台灣社會 達不到這個層次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也就是 這也是挑戰台灣 台灣社會的承受程度 就是如果今天上完課 對核電處理或核廢料 我覺得很有興趣 我就蠻推薦 大家可以跟綠萌申請 一個要合理到永遠的 紀錄片去播放 就是如果你有什麼社區 或社團可以放紀錄片 那部片真的還蠻好看 北歐、芬蘭、安卡羅 他們為了處理核廢料 然後我覺得我看很感動 是他訪問的那些人 都是一些相關領域的專家 然後他們講他們擔心的事情 他們甚至會擔心到 他們把他封存在這裡 可是未來的世代 也許科技比我們還要多後 甚至語言 我們現在用文字寫東西 他們未來的人看 十萬年後的人看得懂 看不懂我們現在的文字 我們去讀甲骨文 我們現在完全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就是他們考慮的東西 真的非常的細緻 去考慮那些十萬年後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是很有啟發性的 然後綠萌有核電影應該是可以神奇 就是如果要把活動 我就覺得蠻值得的去考慮 那部片很好看 OK 好 那我們今天活動就先到這裡 好 那 不好意思 那我們今天活動就先到這裡 那大家等一下有什麼問題 可以再問三位講者 因為我們這裡還會再開放到 更晚一點的時間 那然後大家先謝謝三位講者 謝謝 謝謝